香港隊在亞洲杯第七組外圍賽的第一場比賽 以4比1興取簡報債 表現獲得一致好評 今日希望能夠再接再厲 多下一食,爭取出線 不過對香港隊爭取連續第二場勝利的最大障礙 就是陣中雙兵雷雷 無論前中後防都有球員因傷缺陣 教練在排陣上的確廢殺思良 印尼在這一組被列為總子隊 事實上無論在世界排名與各往績 皆在香港之上 更陸場國際賽更加未嘗一敗 香港嚴陣以待 印尼乘速在空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在旺角球場現場直播 亞洲杯外圍賽第七組第一回合的第二場賽事 香港隊主場迎戰印尼 各位同事,一個禮拜之前香港在這個球場 就以死給了興趣的這個簡報債 令香港隊對出線充滿這個憧憬 但是不幸在那場比賽裏面也暴露了 香港隊在後防有漏洞 所以這場球說就說王偉德相宜復出 但是他的復出對香港的後防有沒有幫助呢 尚是未知之數的 另一方面可以看回印尼今次來的實力當中 可以用都不算太完整來形容 因為他們隊中的首席射手去過深多利亞 踢球的祖利安徒因為要結婚所以沒有來到 對香港隊來說這個的確都是好消息來的吧 但是香港隊這場球絕不能夠調野輕心 還有原因他們另外一位射手的巴蒙司機的威脅力 也是相當之大的 據說這個球員近期的賽事入面射入不少球的 所以香港隊這場球尤其是防守方面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才行 因為印尼的球員除了平均年齡比較低之外 他們的特點也是輕巧和快速的 其實查實這麼多年來 香港和印尼的足球水準打得差不多 所以這場球的關鍵就是在於 哪一隊能夠發揮水準 以及哪一隊是入球先的 其實今天除了我們三位之外 張志豪和羅家樂都一早來了 還四圍穩料 不交給他們看看有什麼新消息 OK 麻煩了 那我身邊就是聰仔 聰仔想問一下你 今天天氣轉熱了 你覺得香港隊表現會不會受影響呢 我想不會 因為最緊要是 就是多人來看支持 我想我的氣氛挺好的現在 那希望開球的時候多些人 最緊要球迷支持 而我們是 我覺得不要緊的 因為熱是給兩隊的 而不是就是給我們 那你怎麼看對方這個印尼隊的實力呢 他們 比賈無債一定一定好一些 不過 我相信今天我們是有信心 因為大家的實力相差不是很遠 我們希望在主場 因為這場球我們不能輸 我們希望可以贏得 那你自己有沒有信心 今天裏面可以拿到入球呢 近這幾場的風都很順 不過這場球我想 我不會想自己 因為這場球我們一定要贏 就是最少都不可以輸 那最緊要 我們可以可以拿到三分 希望你看好一點 我先回到現場了 那看到呢 那看到呢 就是差一點的 而兩支隊伍利格亞洲盃的成績 在印尼來說 96年第11屆入到決賽州的最後8強 而香港在56年入了第三 64年得了第四 68年入了決賽州 自此之後 接近31年 都未在亞洲盃有任何的成績 印尼和香港 其實未在亞洲盃裡面碰過頭的 最近的戰績方面 大家可以在螢光幕看到 香港以4比3贏了無理球師 在這個對上的森巴戶港盃 就是輸3比2的 但是對青島海牛的42碼 就是輸了 不過整場比賽是0比0的 印尼最近國際賽的成績 亦都不錯的 令到他們在國際賽的排名 這個亦都升到101位的 這個排名整整就高了 香港成30多個位置了 香港對印尼對賽的成績 其實77年在新加坡那次的 世界般外圍賽曾經贏過4比 比較大清脆的比數贏過 其後對賽都是印尼方面贏的次數 是多和和球比較多些 所以足正這麽多年來 就是這兩個地區的足球水準 都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執法球證就是來自南韓的 而這場比賽的監場就是日本的 其實現場的氣氛告訴大家相當好 先看看這個陣容 梁卓祥是守龍門香港方面 今次就是邱健威 5號賴幾著6號羅繼華 10號鄭兆聰 11號李健和 14號郭瑞雄 16號黃之強 17號陳國賠 19號潘耀翔 還有20號蔣細豪 這個陣容就上了一場 這場是贏4比1簡報債 完全一城不變 就是黃偉德今天連後備都沒有 原因就是昨晚他因為腸胃病 所以今天沒有做這個後備的 好了 首先見到已經是比賽開始了 紅衣是印尼現在進攻著了 交給2號的馬路夫 香港隊就搶回了 蔣細豪交給左邊 半曉卓上一場表現很好 給中路給黃之強 再彈一彈 有沒有越位 沒有越位 給6號球員 普茲安道頂出來 跟著印尼球員 11號沙迪撞了出界 比賽開始了 這場球再次強得一樣 對香港隊出線 是非常之重要的 半曉卓第一次的斬過 中路是地球來的 反而效果更好 5波來的 鄭潮聰一撞 竟然撞在對方的龍門那裡 變成了射門來的 剛剛開球 這個就是客軍的龍門 就是卡迪高來的 扇不孝後面 有優劍威不要緊 優劍威不敢扇給龍門 兩隻牆 那賴啟卓再升起 靠他的身高 把球頂過對方的後半場 仍然比賽的 初段的時間 好了 很多混戰的鏡頭出現 看看這個球又怎樣 他又走了 但是賴啟卓做一步 趕對將這個 是拿雷馬路尼 這個推進是破壞了 這個就是剛才推進的球員 拿雷馬路尼 阿聰仔 在近期 香港比他十個入球之中 已經真厲害 他佔七個 不用說了 客軍對他也研究過了 好了 第一次的左人前進 就吹佛印尼的 是 郭宇宏 就是上一場 亦都是一開 打這個左邊的攻擊球員 左邊的位置 這個球就被 拿雷馬路尼撞跌的 左人前進 有蔣細豪斬過去 高球來說 我看印尼後面的中間 那幾個都挺好身材的 鬥回國那邊 賴啟卓頓 頂高 中路都沒有人 德奧的球員是 舒基恩這個道路頂出來 但是似乎都壓住來了 有機會 衝仔 夠夠 有一個倒掛掛出來 再來清了一腳 前場就沒有印尼的球員 德休健威 在這個情況上 給龍門梁赤祥 讓他碰碰球先 沒錯 梁赤祥上一場對柬埔寨 嚴格來講 整場球的工作 最緊張的 就是上半場 完場之前那幾分鐘而已 其他時間都沒有什麼受到考驗 原因就是 柬埔寨在90分的賽事裡面 只是記錄得近七次的射門 其中三次是中龍門而已 這個球沒以為 看到佩迪利也都進入 角球旗左邊的位置 送到半腰球過來中間 這場球雖然 就是下坑巴蒙基斯 這位的射手做後備 大家要留意這位二十一號 佩迪利 這位是染了金髮這位的攻擊球員 黃哲陽去追 應該就追不到了 比賽就剛剛開始 都接近三分這個時間 仍然都是初斷 看到香港隊的發揮 暫時來說 叔叔都應該是OK的 搶啊香港隊 開球就搶了 球員相當之努力 不過今天 看看這邊箱 就是香港隊的教練 陳鴻平 拜阿迪 還有後備球員等等 好了 看回球場了 看看香港隊這場 如果贏了 出選的機會很高 好東西 岑陪 掉了 對方的腳下球 這個馬魯夫 比過來中間 接著見到沙迪 比去前面 他們九路的拿華偉 把球扯過左手邊 左後方的山道素 踩他直線 為大力的頭 這個球 丘仔 關在這邊 包在這邊 關到球 接著 給阿雞 羅繼華 好 好東西 拱過一個 以下不行了 掉了腳 沒錯 被對方拿到 接著紅衣的印尼 左路拆弄攻勢 很高速度 和仔回來 追上他 最後李建和 出擊的山道素 跟著 威威 直線 給阿雞 阿雞 帶過來 左邊 左邊 空 對了 這邊 對 哎呀 給不到 這個岑陪 轉過來 郭耀雄 更好 最後馬魯夫 投回來中間 給了沙迪 沙迪 一個高波 為左手邊 佩迪 你 佩迪 你很高速度 球員 你的金帽仔 過了 中下中下 出之 給他出到 球 但在前途之前 未有印尼的 導友 接應了自己 出之 被梁卓祥 沒收了這個球 接著 拼出來給了沙迪 現在沙迪 慢慢來了 今天 都算滿座的了 我看有成 七千觀眾有多 算滿座的了 都不見到 有什麼空位 比上一場 對簡報宅的那場 是更多人 羅繼華 現在拿到的球 香港隊 自己後半場 羅繼華 一個地球 側去前場 鄭兆聰 拿不到 有一個 看由 王志強 想用右腳 外側 把球 跳回 中間 怎知道 漏了 漏了過來 現在輪到印尼隊的進攻 看看 仍然在後場 馬洛夫 給回來中間 保智安勞 再給回馬洛夫 馬洛夫看定給誰 有一個直線 衛在前面 斯佩露 撞撞 撞 拿到的球 給了過來這邊的 郭宇雄 郭宇雄 給回來 現在一般 被人扯著 好 看了通透 扯過來 右手邊 給了和仔 你看看前面 誰 先一彈彈 給王志強 被對方撞 撞 撞 最後三度數 把球回回後面 給了舒基恩 杜魯 舒基恩 杜魯 扯過來右手邊 馬洛夫 又拿著 球 都挺定的 印尼這群球員 中場的推進 猜球都挺肯定的 很鎮定的 決不芳芒 這個直線都圍得挺漂亮的 看看去不去到 看去不去到 對方的沙迪腳下 出資 唯有猜拆回頭 這個寶芝安 佬 寶芝安 把球送到左手邊的 雷雅林 雷雅林 過前場 踢過來左手邊 這個直線都圍得很漂亮 殺到 沒錯 優仔剛剛殺到 可惜這個球 只是破壞 送不到自己隊友的腳下 現在見到 這個客軍的 舒基恩 杜魯 把球給到前面 然後扯過來這邊 看怎樣了 這個寶芝安 道大橫的球在右邊 最後都要扣回來後場 不能去 唯有給回來 舒基恩 杜魯 再送過去左手邊 這個佩雅林 好了 邊瑞 還有隊友 哲平 拿到那個球先 看怎樣 站在中間 頭柱一頂就頂失了 鄭兆聰回來得了位之後 很輕易拿到那個球先 不夠人勢 只有一個王志強 鑑操拿到前面 王志強去 不可以 那是給對方的後方球員 這個舒基恩 道老奮揮揮 把球撞出去橫邊界外 柯耀雄準備丟界外球 又一丟 丟回谷 谷上前場助攻的潘耀卓 潘耀卓 給後 沒錯 給後 蔣世豪 蔣世豪一踢的時候 被人撞 那個球應該未出界 有勢 沒錯 豪珠左腳 撞一腳撞在前面 潘耀卓 拿到 動了 不是 拉過去 哎呀 這下腳王 剛才不拉那下腳 就頂順腳 現在拉多一下 變成了 這個球太高了 出了龍門後面 上半場打了七分多鐘 還未有紀錄 0比0 大家都算了 互有攻守 香港亦都頂得住 印尼 當我站穩陣 看到他三幾天的傳送 那個入攝都頂好 收穫完卡迪高 把球送出來看看 中間神媒不夠頂 被佩里迪頂到 跟著一轉 看見到舒佩魯已經吸到 幸好夠勤力了 中間阿丘把球 一挖挖上來 但是前面就沒有人 很輕易拿回定 這位山道素隊長 今早大家看球迷世界 我們播映九一年那場賽事 印尼對香港的奧泳賽 這個山道素有上陣 事隔八年後已經成為大國腳 跟我們現在 香港隊的王志強 岑國培也是 他一個場地球 兩個都有上陣 另外一個香港有上陣 王偉德今天就恩賞決陣 好了 看看這個邊瑞 馬魯夫 彈中 彈中出界 球證拳中節就給對方的球 掉了 這個球 潘耀昌一腳撒下來 落怪危險人物 佩里迪努 這個球員很好腳發 一通通通通通通不通通不通通不通 終於要兩個人來招呼他 最終是賈六位 這個球員曾經在瑞典踢過球 亦都是當年九一年的舊仗 跟香港那群球員踢過 那場他也有踢的 這個球轉身射 那就大貪一點 好 華偉這個球看他一轉身身 根本吃不正的球 炒中球底 這個球員就說回 他大家看這個 萬鏡一轉身 你看看那個球體高了 他起腳 其實今年五月 那場奧運外力賽來香港打 這個球員就有踢的了 其實現在我看他紀錄 陣中 有三個球員 五號 九號 還有十六號 這些三個球員 都是跟印尼的奧運隊 是五月份來香港 和香港打過 一個競爭友誼賽 那場球員也是打和的 好 中間 十倍 大家互頂之下 終於又被這個 南華偉快 南華偉再叉拳頭 被他拿佩利迪 佩利迪現在轉過來 哇 空了這邊 那馬魯夫呢 等待其他隊友先 有一級過 用左腳折下去地球 依然採取了地球進攻 那看來這個球會射了 那但是射得挺硬的 射球就是沙迪 那立即射完球 立即回防 因為這個球呢 就是看來他起腳 都不適合腳位的 那沒辦法了 那整體來說 大家看到印尼的球員 身材呢 不是說是 屬於這個高頭大馬那類 但是呢 就很紮實的 那體力也都相當好的 那大家看到沙迪 就短小精幹 就典型 好像這個印尼那樣的 一般球員的身材 又是他呢 是頭槌是頂上來 看這個球 一般要穿快 要 這個賴姬穿快 如果不快的話 對方其實都到了 對方完全沒有放棄 那這幾場呢 賴姬穿呢 就擔正打這個 港隊的中堅 那當然我們就 如果以他的經驗來講呢 跟黃偉打梁城 在看根本是差點距離 但是我們要給點時間 慢慢鼓勵一下他們 那香港隊 在目前為止呢 都不頑皮的 依然呢 跟對方拉成 那這場賽事 對香港都重要 如果贏完這場的話呢 他在這個外圍章 還有兩場賽事而已 那有兩場 贏了六分 拿著在手呢 做押的兩場賽事 就相對輕鬆很多 如果不是呢 就可能壓力比較大 十一月七落呢 會作一下柬埔寨的 如果你今天拿呢 是三分 即加上上個禮拜 那三分六分 然後作一下柬埔寨 再贏了九分的話呢 即是說出線呢 基本上已經 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在比賽之前開球的時候 都重新強了一件事 今天這三分 很緊要很緊要的 如果反過來呢 今天呢 香港隊有什麼差池的話呢 亦都是同樣呢 出線的機會 將會落在印尼那方面的 印尼的助攻 進攻方面的組織呢 其實呢 都有文有露 大家看到他們不急的 那同上個禮拜 我們看呢 減眉債方面 靠打擊得完全是兩回事的 完全是兩支 不同風格的球隊 那這個球呢 就應該是呢 佩迪李呢 撞了出界的 那這個球員呢 他的頭髮呢 染了是金色啊 那也是比較容易呢 是識別的 速度很快的 一個球員 那印尼普遍球員呢 那個速度都不會慢的了 不過他這個球員 是更加快的意思而已 那王志強在中間 只是只有一個人 那需要人支援了 那但是幸運 這個球都是呢 屬於呢 我們香港代表隊的界外球 那蔣世豪還沒開得住 要是他後端呢 把那個球呢 踢進這個場區裏面 對了 就說要呢 踢開另外一個球先 出界 然後就扔這個界外球 那郭宇鴻 交給蔣世豪 我這個球沒用了 截到 佩迪李呢 在這個右手邊呢 再去 那賴啟齊 頂出來 李劍鴻 頂回後面 給鄭紹忠 再變回右手邊的羅繼華 那這次試試看 高波斬在右點呢 王志強是頂高了 那外面呢 是蔥仔是壓住 另外一個五波出現 球證沒有吹罰 那見到這個是沙迪呢 趕快推著那個波 進去中路了 現在給個短傳 再彈回給呢 右手邊的佩迪李 佩迪李斬 賣泰的鐵門 這個波沒有威脅 被梁卓祥接了 跟著呢 爭取時間 將那波呢 踢出來的 他呢 是達到這個爆棚呢 我看他的情況呢 應該很接近了 應該六七千人 六千打後呢 不能走了 這位呢 就是印尼的教練 伊斯卡達 我看他的年紀呢 我看他的年紀呢 都不是說很大 那也都香港呢 其實呢 有很多印尼的家庭助理的 在香港呢 就是做事啊 家務助理啊 那今天呢 開球之前的 大概十分鐘左右呢 我們見到呢 也都有呢 位數大概三四十人呢 就是約好年份結隊 進來呢 替印尼的國家足球隊呢 捧場 印尼呢 再來有一次呢 是有耐性的組織的進攻啊 不過今次的直線波呢 就是完全是 交不到給自己的隊友的 那相信呢 今天的戰程發展呢 大家好像除了是鬥技術啊 鬥耐性啊 鬥隊型之外呢 各方面都要比較的 出了界 是香港代表隊的界外球 那上個禮拜呢 就是香港隊呢 就是打那些 全場搶攻壓迫的戰術呢 就反而令呢 有段時間令呢 香港隊的球員 不是很適應的 那今天對著印尼好了 印尼你有得攻一下我 我有得攻一下你 變成了呢 香港隊呢 一向善打的突擊呢 亦都可以呢 有機會發揮了 蔣世豪 有一個倒掛掛在中間 郭宜雄頂回後面 那隊長呢 就是呢 頂出來 好了 衝仔射了 哇 踏中對方的頭下 那不是這個是 5號的球員呢 這個呢 舒基恩道魯呢 是有心頂出來 根本衝仔頂下那裏 飛過去啊 哇 好厲害啊 這個球呢 要撞撞客軍的龍門 卡迪高了 如果不是他搶先 將這個球相隨打出來呢 我想呢 衝仔呢 有機會呢 就是呢 是射入近這幾場 賽事裏面的第八個入球啊 那先搶回那個球先 不要緊要 但是可惜左邊又沒有人啊 唯有呢 迫著 一個高波埋中路 王志強壓折對方的球員 兩個球員 跌在地下 仍然都沒有追伐 被入去中路衝仔射完 出門啊 我們這個角度看呢 最清楚了 他一起腳呢 這個球應該是壓死了的 開球16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個這個機會 應該香港對最好這個了 全靠王志強肯扯 將那個球扯回來 扯回來 只要他躺在地下 零然能夠將那個球 交給後一點點的鄭兆聰 你說這個球如果射的地球 是中框的話呢 可看入的了 再看一次了 這個角度看最清楚 他一起腳的時候呢 我們心叫不妙的了 根本是呢 完全是斜了出界的 那麼衝仔呢 門前塞肌了 這個球 好了 跟著比賽 又見到鄭兆聰一頭 走過來這邊 但是給對方 這個馬魯夫呢 一頭牛排出界 潘耀卓 火前場 替香港隊扔界外球 又一扔來 哎呀 等球踢 衝仔 這個球呢 就給對方呢 拿了先 跟著呢 衛了他直線上來 這個呢 佩迪里呢 給了隊友 隊友給了這個佩迪里 右路底線出球 看 好彩到 賴啟卓及時呢 是一鏟了那一球呢 是鏟出去底線 即是說呢 印尼隊呢 逼得過球了 上半場打了16分鐘了 還沒有記錄 最可惜就是 當才較早前一陣呢 那個門前撕射的 鄭兆聰呢 竟然間 踢死了那個球 即是說 應該可以 香港隊友的球先 好了 那麼 這個呢 俠軍的南華偉 開過球了 很漂亮的落點 進來中間 唯有是 果然呢 進來中間 但是被人等著 被王智強回來 撐住 最後這個球呢 押了出底線 成為香港隊的一個球門球了 梁卓祥 好審慎呢 擺定 上半場呢 就是香港隊呢 查眼哦 面對太陽哦 梁卓祥還 還沒有開出這個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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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啊 慢慢呢 開出 開過來右邊 看看和仔拿不拿到 應該是拿到 看來頭上一線線 到前面 王智強跟對方 兩個 脫掉了 這個球 好啊 跟著 桃珠呢 努力 如果衛倒直線呢 哇 漂亮了 衛倒給郭怡雄呢 就有機會丹刀了 可惜呢 被對方呢 攔截到 現在見到呢 舒基恩 杜魯呢 拿著的球 就扯過來這邊先 跟著沙迪 一個高球 衛在前面 好東西 一次一次 很漂亮 哇 剛剛呢 邱仔呢 殺到 再來一腳呢 解圍先 解圍落到這邊了 就見到 馬勒夫呢 扣了 把球扣回 給隊友的沙迪 好 再撞過來這邊 出擊的馬勒夫 看給不給右邊 右邊啊 不給哦 埋中間 又被他扯到 起到腳 沒有力啊 這個球 完全沒有力 梁卓翔很輕易 先攔著這個球 上半場打了17分鐘 接近18分鐘 還沒有記錄 還是0比0的 好了 梁卓翔放了一個 三個球出來 很高 看看鄭兆聰 頂不頂到 兩個都頂不到 後面有人包抄 然後頂到後面 好東西 頭場頂到後面 就是印尼的守護員 卡迪高可以用手接 哇 卡迪高的衣服 花壺碟那件一樣 看看這個慢鏡 剛才這個慢鏡 好了 看回球場 現在就是 鄭兆聰給黃豬 黃豬 一個頭球 看過耳鴻追不到 這個球 又追到 可惜 可惜呢 匆忙之間 劍回來 就完全沒有自己的隊友接應 現在印尼隊的 這個九號球員的 拿華偉 先拿好球 先拿好球 慢地看前仗 地球一位 衛過來這邊 接著是 斯佩露 殘橫的球 現在看到 沙迪拿到 再扯過去左手邊 山道掃 有一個高球 衛在前面 好東西 賴啟卓一頂 頂到 這個球 頂了出來 落了去 岑培 岑培 立即衛在右手邊 旁邊的羅繼華 羅繼華 帶了兩三下 都比不出 一比的時候 又被對方 一刪 我幫他刪出橫邊 香港隊 是得界外球 羅繼華 丟給了橫培 有橫培 拿好球 掃把腳 扯過來中線 給了豪珠 蔣世宏扣 兩球 用右腳 整個直線 你叫我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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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拼著踢出界 逼得球 這個就是 左右防球員 山道掃 印尼的球員 拼著和仔 總之 穩陣計 把球拼出底線 現在見到蔣世宏 走過去準備開角球 上一場 對簡報寨的 第二個入球 就是蔣世宏開角球 拼進來 被鄭善聰投錘 打入 這個球是不是逆史重演 一斬過來 不是 對方的守門員 這個卡的高 挺好伸手 現在扎扎下來 跟著兩個鬥女 頭靜出發 猛人 球證出發 郭宇鴻買了 兩球時 被人拱著了 球已經出發 變成了香港最前場的一個自由球 羅繼華主踢這個自由球 看來都是高球 吊上去多了 沒錯 羅繼華果然 斬在中間 鵝鼻魚前面 對方的頭頂出了 跟著 這個斯普路 一個殘雞腳 中國球撬到前面 佩迪里拿到 轉了身 用左腳 扯過來這邊 好厲害 潘耀卓看到 波的來勢 立即下放下 跟著用左腳 扮過來右手邊 但不准 這個波 現在看到 沙迪拿到 給他左手邊 舒基恩道路 斬過來右手邊 挺兇後 出擊右後防 馬魯夫 拿在右路一斬斬 又給了 潘耀卓 掃把腳一攔 攔了 給郭宇鴻 郭宇鴻 直線了 位前多少 郭宇鴻 正兆聰不能去 張阿波 位側在後面 給了賴啟掃 賴啟掃 讓了給郭宇鴻 郭宇鴻 慢慢看定 誰給了 好了 黃志強走位 放定 躲著 躲著 躲不完 被人用腳 撥掉了 這個波 現在紫綻 落了下去 這個 拿雷馬路 來到 跟著一個橫拳 給左手邊 山道掃 山道掃 一下打腳 想再去 現在岑培 追著他 讓他給失了 現在 邱仔 這個羅繼驊 拿定的波 拿回頭 再給岑培 跟著 再給過來 空位的邱仔 有件威 拿定 慢慢猜 猜到中間 給了賴啟掃 賴啟掃 再給潘耀卓 21分多中 上半場 還沒有記錄 0比0 有一盞高的高波 又給 這個 寶智安道 一頭 鑽出去橫邊 潘耀卓 扔界外球 看看香港隊 扔 扔給弘志強 好了 現在控了個波 給回後 扔完 給潘耀卓 跟著大腳 斬在中間 哎呀 未到 鵝仔又怎樣 他很穩陣 這個山道掃 經常 把那個波 踢出底線 或者頭脫 壓出底線 都很害怕 被李建和 把那個波 撈回到中間 好 又一次過球 蔣世豪 這次斬過來又怎樣 來彎的角球 準備斬過來 蔣世豪 看來樂劍很漂亮 看看哪個頂土 飄上來的 丘仔想說數回十戶 怎知不行 跟對方的球員 撞了一堆 最後丘仔 批了球出去 底線 看看慢鏡 丘建威 飄過來 想說頭脫攻門 很可惜這個球 跟對方爭頂之下 丘建威 頂了球出底線 這個球門球 開了出來 山道掃 撈回到中間 斯基恩 倒路 再給過來右手邊 馬魯夫 撐到前面 撐到前面 跟著 雷雅林 跟拉啟卓 兩個鬥 直至拉啟卓 扣出界外球 即是印尼迫得界外球 這個右後方的馬魯夫 走到前場 準備丟界外球 扔就禁他 沒錯 果然扔就禁他 頂到 危險 這個球 得住 撐人 撐人 然後出了這個球 一查下去 很幸運 你能夠退兩步 一頂的時候 就頂出去處邊 這個球挺危險的 被斯佩露 扣住 潘耀卓 扣過了 底線出了球 看看 扣 給他 扣 其實是有犯規的動作 左手 扔掉了潘耀卓 但球證沒有吹 再斬過來中間 隊友一頭 撞了出去 底線 還有一次 慢鏡看 頂這個球 頂了出去 網側出界 好 23分鐘了 上品場 還沒有記錄 還是0比0 但看到印尼 已經開始漸漸加重壓力了 又來了一個球 這麼看 梁漆祥 最重要接得實 因為 前面已經見到 佩里迪衝過來 如果這個球場不醒的話 拉一拉肯定這個是一頭金髮 類似巴雅 這個球員一定有機會 立即開出來 但是中間又被人頂回頭 兩下頭隨著 蔡世豪在對方的面上 挑起球 這個球證的事 比了可以繼續 因為你扔的頭來踢 不是掌上來踢你 羅金 給回李健和 李健和上場在右路相當活躍 今天這個三度數呢 一於就在釘他了 這邊呢 到阿聰仔轉過來 漏了你就死了 幸好漏不完 這個馬洛夫呢 撐了幾個球 那郭宇勇在後面呢 如果馬洛夫的波漏的話呢 他肯定呢 又有機會 但幸好這個呢 馬洛夫呢 都很好 看到印尼其實呢 他一隊閘 二號的馬洛夫 和三號的三號數呢 左右閘都經常做攻 不單止是防守 很多時候呢 他都推過半場去拆動攻勢的 所以基本上呢 看到印尼的打法呢 就是更靈活一點點 上的時候呢 很多球員呢 是用的 好啦 那現在角球 李健和呢 走過來開 蔣Sir開了幾次呢 都一般的 等我來啦 那看看和仔的效果是怎樣啦 前面呢 王志強 鄭趙忠呢 當然是 佈在中間的啦 啦 差一點 給對方的第一球呢 頂了 邱健威上來 看來邱這個球不拿了 那便寧願呢 搏多個 街外球 邱都聰了 那自己呢 是走回頭先 是不是 叫蔣世豪過來扔啦 沒錯 因為呢 阿佑呢 如果不知不覺呢 越谷越上的時候呢 當人家呢 在一個反擊的時候呢 後面就不夠人的啦 他寧願呢 步回後面 中間一點點 那就交給蔣世豪負責啦 這個街外球 扔來 到不到衝擊到呢 不到啦 已經被沙迪呢 頂了下來 但是沙迪就頂了給蔣世豪 再扯過來這邊 李健和呢 想說迫過來 看到這個馬路夫呢 在那裡 他都不敢埋了 郭義雄起腳 我沒什麼力 這些球呢 除非是踏踏踏踏踏到自己球員 否則之外呢 沒有一個威脅的 又來了 開始呢 看到南馬路夫呢 是拆弄攻勢啦 再逼這邊呢 球證吹罰了 吹罰了 吹罰呢 就是印尼的球員啦 那麼見到呢 這個雷南馬路尼呢 就恐人了 那麼將邱仔呢 恐跌 那麼球證呢 就吹罰這位球員啦 那麼 五月份都有來過的 雷南馬路尼 那麼當時呢 還有奧運隊啊 那麼現在已經是大國腳身份了 正曉聰 不夠硬正啊 給對方呢 一吸一吸到 跟著殺出來的呢 就是雷雅林大幣哦 雷雅林又被這個豪珠偷到那波 給正曉聰 一打 郭怡雄馬路等他 但可惜是給不到郭怡雄啊 那麼對方衝亡傳送 就是又不夠人啊 那啟卓 潘耀卓 李劍禍你這次沒有走位 所以他給不到啊 那麼我發覺呢 那個山道掃 就是左邊那個 是指著李劍禍的 是很謹慎的 有球啊 那麼當然呢 王志強在前面 也都起了一個牽借的作用啊 那麼我覺得呢 這個印尼當然是看了呢 簡報寨對香港上場的那個錄影帶啊 所以呢 在那個部署方面呢 在左手邊呢 自己的防守 左手邊是特別謹慎 因為呢 記得上場的球 入球呢 就是 賴吉祥一斬李劍禍 走位一起步的時候 入得很漂亮的 所以我想他們都覺得呢 這一招是香港隊其中一個殺著 所以呢 一定在那裡呢 封殺了那邊 所以這個山道掃的 聽到很謹慎的 好了 又是右手邊的轉攻了 豪珠走了 羅繼華給了直線 給到他 但是呢 仍然呢 被人記住了 看看豪珠怎麼知道呢 終於是回傳回後面 這次呢 就是李劍禍了 是不是得了過來呢 看幾望 終於又送下來 羅繼華 在底線前出不到了 這個球 因為一彈地 那個球就快了 沒有辦法了 那麼 這邊呢 就 羅繼華都高了上來啊 那麼羅繼華呢 就在香港都是打右後位 在漁院呢 就是打這個右中場的位置 那麼他都是在體院成長的球員 那麼體院呢 就對他影響很大的 那香港隊方面呢 看到了 領隊啊 康埔區主席呢 都坐在這個球員席那裡 跟這個教練啊 陳龍平啊 那麼 還有總監梁占 現在一起呢 研究戰程 那麼隨時有什麼問題呢 立刻大家呢 可以商議一齊 做一些調動啊 那麼打到接近 是三十分鐘的時間 二十八分鐘左右呢 仍然都是零比零的 同事前的估計呢 都差不多 這場是五波來的 那麼吹罰香港隊 有一個印尼球員呢 跌在地下那裡啊 就是助攻二號的 這個馬魯夫來的 哇 藍紅球正吹罰啊 現場的觀眾呢 可能很不滿意這個判決啊 罰球就給了印尼的了 印尼的高波呢 一向都沒有什麼影響的 沒有威脅的 這個球呢 佩迪李呢 跳上去頂呢 就賴啟卓 亦都跟他同時升起呢 大家都頂不到的 那麼 那麼著了呢 就是香港隊了 著掃了 過了前半場 右手邊呢 香港隊去加外球 打了呢 是二十九分鐘啊 印尼隊的後防呢 很小心 還有那個報防呢 是很嚴謹的 不是很輕易可以找到機會 香港隊呢 是打了那麼久呢 我記得只是王志強交後 給那些鄭兆聰呢 在十二馬斜角的位置呢 那個就認真是機會來了 除此之外沒有啦 除了幾下角球斬出來 有一點點威脅 加上呢 是邱劍威那一下 後上頭槌的衝頂 就是這麼多 潘耀卓 扔給王志強 那個球就互倒了 過頭球斬他 咦 走了呢 見到呢 就是現在才 李劍武才走過去 好 幸好呢 這個印尼球員 三號的山道蘇扣回那個球 好 看看這個中攻怎樣 右手邊都空了 但是他呢 是按回左腳那邊的 佩迪里 過頭球 好 漏了 再頂回軟拳 好了 輸角球 羅繼華頂出角球那邊 正路做法 但是亦都是 當時呢 印尼的左手邊的底線傳中 交給右邊角球旗這邊的 斯佩奴 斯佩奴因為沒有角度 是直接頂個球的緣故 所以再鑿回中間 導致最後拿回一個角球 角球呢有拿華為開了 只得四個球員呢 印尼的攻擊球員在禁區裏面 這個球其實可以漏給梁卓翔的 大家呢 也是沒有什麼默契 再射回去 出了界 這個亦都是可以說說印尼方面呢 是一個 軟射的嘗試 打了三十一分鐘了 仍然都是零比零啊 但是如果 如果以這個分組賽打作客 主客制的一個制度來講呢 在主場打和呢 其實已經是蝕底了 日後呢 作客在這個十一月十四號呢 作客這個印尼的時候呢 不知道客觀的環境呢 客場的比賽的情況呢 條件是怎樣的 又輪到印尼進攻 貝迪尼洩也有 堆住了這個賴啟卓了 幸好這個球呢 可能賴啟卓逼一逼他 所以貝迪尼的起腳呢 是沒有什麼力的 如果這個球不是呢 有人壓迫他呢 給他轉身狂抽的話呢 是吃得硬的球的話呢 我看香港隊員會幾麻煩 印尼在左邊呢 又再次慢慢滲入了 又健威包得漂亮 地球交出來 還交給隊友李健和 前場只有他 鄭兆松和王志祥三個 需要一段時間去組織了 幸好這個時候呢 看到葛宜洪也加入這個戰衛 後面呢也有蔣細浩來 一共有六個球員在前場 班遙卓也都是慢慢滲到 右手邊近底線的地方 不過他想過對方的時候呢 失敗 大家都逗握身位 最後搶回 還更加拿這個界外球 所以呢在前場每一個位置 即使你失了球的時候呢 都不要輕易放棄 隨時有機會搶回那個球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潘宇就這樣拿回那個球了 我扔回那個界外球出來的時候呢 都不知有什麼發生 好了後上的岑國培 好像有些手球啊 但是球證在那個位置後面呢 剛剛他被自己的背脊遮住了 所以看不到呢 是岑國培 其實拿球的時候呢 右手拖拖的球的 再看看 這個角度呢 可能我們都看不到的 留意岑國培 有沒有呢 是用手拉拉的球了 勉強都可以看到 貝迪你跳起 那岑國培頂贏他啊 蔣西豪拿球脫腳 被人破壞 印尼球員呢 開始呢 過半場的了 拿球脫腳 好耶啊 賴啟卓今天呢 就是釘人方面呢 真是很緊啊 完全是沒有機會 被對方轉身了 包括較早一分鐘之前呢 貝迪你在禁區裡面呢 馬丹很貼那個球 如果不是賴啟卓 貼得那麼緊呢 這個球呢有難的 貝迪你 浪了啦 不射哦 扣翻轉頭 還拿回啦 還想落底線 好這個球推啦 應該推的是李健和 李健和 這次做得好啊 回來防守 李健和呢 剛剛呢 是過了他的 在過去一星期呢 過了32歲的生日了 是球隊裡面的老大哥來的 也是隊長啊 好啊 那球證呢 真是吹罰這個佩迪李 那再這樣發展下去呢 真是上半場呢 很有機會大家是打和了 那下半場的時候呢 重新再來過 那又是賴啟卓呢 抹這個佩迪李 佩迪李都放棄了 那球根本都不到位的 那下半場呢 再重新比賽的時間呢 就真的要看 雙方面的 演出又怎樣啦 還有呢 是半場的總結 看看教練呢 怎樣呢 是作出一個新的指示 那最重要的一樣呢 還要講一下內戰力 因為內戰力這一點呢 就是 那麼多年來呢 香港隊呢 都被視為一個 最大的弱點 那已經打到上半場的 34分鐘了 還沒有記錄 0比0 雙方還沒有打開記錄的 好啦 現在見到呢 這個5號的舒基恩杜魯呢 那個高波呢 都去前場的左邊 跟著阿威過來 殺到 小子 這個球應該呢 就是 哎 厲害 梁卓祥呢 就免得了 都不知道給國球 還是給球門球 自己拿著那個球呢 跟著呢 給了和仔 和仔彈彈去前面 羅繼華得住 他轉身呢 勾到這邊 沒有人接應哦 這個球 又益了這個6號的 保持安度 好啦 你比失波就對了 斬過來中間 只得過小子 不行 撩高的球 哎呀 跟著再翻腳 這個馬魯夫呢 大腳呢 清掉他先 十個倍 一頂呢 頂到這邊了 哎 拔人哦 這個球似乎 沒錯啦 這個呢 沙迪呢 就拔掉了王志強的球證呢 是吹罰的 香港隊呢 就得了一個自由球了 啦 看看慢鏡呢 拔掉王志強 哇 這樣啊 雙腳又撬 手又拔啊 應該吹罰了 好 自由球已經開出了 但是開不到給自己的隊友哦 好啦 現在落了下來呢 對方的腳下呢 就跟著呢 一個反撲 扯過去左手邊先 這個施配路啊 斬過來之間 好耶 宽耀出 包過來中路 啊 一球呢 鑽出了這個球先啊 跟著呢 和仔右邊呢 拿到了啦 衛的右邊 王志強去逼他 扯了啦 都要扯了啦 最後呢 被人彈掉了 山道掃了那個球呢 彈過來中間 好 現在轉轉呢 落過來這邊 那 雷馬路來 再一個橫傳 比路來這邊的山 這個是 六號的 寶芝安道 失準哦 這幾天全球客軍失準哦 那但是 香港隊的進攻呢 也都呢 不是幾銳利的哦 大家都是呢 在中場的爭奪 多點埋門的機會呢 近這十分八分鐘呢 是少了 左後防的山道掃 先落定的球先 用右腳呢 斬過來梁章長殺高 沒錯 一球呢 側出撞龍門啦 沒錯啦 金帽仔啊 梅迪里呢 是撞梁章長啊 球證呢 吹罰金帽仔 你知南汗的球證啦 看看慢鏡啊 這個球呢 怎樣呢 是撞梁章長啊 一拿球的時候呢 嘩 撞到梁章長 整個跌倒 是兼脫手 那麼 球證呢 這個21號的 佩迪里 高波從高而落 好 浦珠頂都不知誰頂到啦 唉 落左內去啊 這個31號的沙迪的腳下 再比過來左手邊的山道掃 啊 比去前場啊 前場的斯佩魯呢 好 比過來 左邊的攻勢多些喔 欣利喔 嘔嘔地 球轉比德役的 山啊 哎呀 這個球射得好勁啊 我都說要山啊 這個球 不要站著等人射啊 站大都飄出來山啊 山呢 他亦都怕你呢 拿到他 亦都射得沒有那麼定 亦都可能呢 看來這個球射得好勁啊 好勁啊 中下中下 比德役啦 給過來 跟著扯右腳啊 這個球射得勁啊 可惜呢 就 柱邊呢 出了界 哎呀 這一下啦 勾勾地的 但是球證好勁啊 比德役啊 因為這個是 那華偉呢 趕回起來 因此比德役 造成了呢 是恩尼有一次射門的機會可惜呢 射邪了 好了 梁卓長開這個球門球啦 高波從高而落 兩個都頂不到 第三個也漏了 和仔 硬硬硬不到 衝仔撞出來 仍然落和仔 哎呀 再度呢 給失波 這邊呢 就益了 這個山道素呢 再給左手邊 一個過頭幫 出 守門員 沒錯 賴啟卓及時呢 壓住了 對方 這個呢 貝迪里呢 給梁卓長呢 沒收 跟著滾出來 潘耀卓呢 給了這邊的 岑培 岑培扯過 雞 沒出界 沒有錯了 羅繼華呢 就是扯過來 咦 現在看到鄭紹聰呢 走出場外呢 自理喔 可能有多少呢 受傷要摘一摘 暫時鄭紹聰走出場外 自理之後呢 就是 香港隊呢 暫時是十人應戰 家獲得 stumbled 雞 x晠 味噌 小心 這個 是不是 人家 人家 哈 尼 華 雯 culturally 把球扯後,扯過來, 優仔, 優仔, 位於右手邊回來, 後場拿球的李健和 剛剛追到, 把球扣回來, 扯回來, 扯回來優健威 優仔, 再到一個橫拳給羅繼華, 三入八分鐘了, 接近三十九分鐘了, 上半場 還未有紀錄, 零比零, 雙方還未打開紀錄 潘儀卓拿到球, 把球扣後, 給賴啟卓, 大家先控制 不在那裡玩, 你也算是偽高人膽大了 哎呀, 尷尬過頭球, 走死了, 豪珠, 這個球追不到, 收捕就行了, 大力的頭, 扯得 蔣世雄沒辦法追這個球之下, 滾出底線, 印尼隊在球面球 豪珠想追, 但可惜追不到 沖仔, 我看可能要換, 因為現在沖仔, 軍衣跟他扎著, 收捕哥, 再游來踢 平哥在那裡寫一寫, 而且已經叫了歐慧倫, 郭文迪熱身的 沖仔現在服入, 我想看他的表現, 如果不行, 可能要換 這個時候呢, 印尼呢, 亦都在下半, 上半場的下半段 可以說, 差不多是, 就是控制了戰局的 那很多時候呢, 他們的助攻上來, 後上都很有威脅 但是, 幸好今天呢, 後防, 這個, 賴啟卓打得特別好 加上, 休仔等等, 暫時還頂得住 那如果不是, 賴啟卓今天呢, 是有幾個球回來呢, 是剛剛好 救得到, 如果不是就糟了, 我們見到, 蔥仔呢, 他是收捕哥 其實, 我們已經看到他在中間呢, 中場就和人呢, 是拍拍的時候 可能是他自己拉拉的, 就不是人家踢到他, 不是什麼的 可能是他自己拉回收到哥哥那裡的 那看到呢, 後備球員呢, 郭文迪在那裡熱身 那還有一個呢, 歐慧倫在他旁邊是走著的 那個平哥的亭, 我見到很緊張的, 叫他猛地撞 就是因為呢, 他可能預計呢, 蔥仔呢, 隨時呢, 不能敵的時候呢 就要退下火線的了 那但是, 現在上半場就有五分鐘左右了 那可能都頂上半場先的, 看來就 好了, 和仔, 有路追到下來 哇, 今天和仔, 做隊長, 真是特別努力 那但是可惜呢, 經常呢, 香港都前面進攻呢, 只有兩三個人參與攻勢的 所以我們看印尼呢, 很多時候呢, 他都四五五六個球員有份參與的 就第一, 均勻一點的那些球員 好了, 這邊呢, 雷卡林, 很定啊 面對著王志強呢, 捉著我幫他一扯扯上來 三排兩半, 又去到這個香港隊的 長方那邊了 好了, 今次呢, 就看看 再來一個場場, 很漂亮啊, 比進去 哎呀, 走位就走得漂亮了, 這個佩里迪 幸好邱健威呢, 包個位漂亮啊, 殺出來 好了, 聰仔, 轉回來, 潘耀卓 那潘耀卓呢, 算是後防球員呢, 就多助攻的一個了 想說給他直戰郭耀雄, 但是沒用啊, 這兩個都來自遠的球員 那但是呢, 今場賽事呢, 就似乎呢, 就 對方防守得幾嚴密啊, 沒什麼好吃啊, 現在都 好了, 又轉過來, 給這個佩里迪 這個球員呢, 真是又快又怪啊 腳後場, 硬握推理 那麥啟卓呢, 就招呼他呢, 都不容易 但是, 都算稱職啊 那麥啟卓呢, 那麥啟卓呢, 又到邱健威呢, 是, 好啊, 在中間是解了位 咦, 我看來都是要換啊, 因爲呢, 歐慧倫呢, 已經是站了出來的了 那應該是啦, 那麥, 鄭兆呢, 要退下火線了, 那麥, 歐慧倫呢, 就是入體 那麥, 但是呢, 那邊球證就不知道啊, 那個比賽是繼續 咦, 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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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換得住啊, 我見到呢, 他想換一下好嘴啊 哇, 我見到香港的球證, 香港的龐證呢, 就是啊, 黃耀忠出來幫忙 黃耀忠這場球不是你做的啊, 哈哈, 好啊, 那麥, 看一看球場先 那麥球場呢, 中間呢, 撂回來給梁卓祥 那麥, 剛才爲什麽我提到黃耀忠呢, 我見到呢, 鄭耀忠想出場, 歐慧倫入場那陣呢, 就反而不見了 這個後臂旁正, 那麥, 見到黃耀忠站出來就截住啊, 歐慧倫叫他不要入住啊, 真是啊 好啦, 那麥, 看回這個, 情況呢, 現在還是, 歐慧倫正在等著而已 這個球尾是死球啊, 清清過來, 大腳呢, 這個, 雷, 馬露尼 那麥, 猜了幾下, 高波的啦, 哇, 這個黃志強洞過頭來啊, 幸好大家都聽不到 過來, 看看和仔, 我這麥做了好事啊, 鄭耀忠呢, 駁一口啊 得彈, 哎呀, 守門員接到, 卡迪高呢, 其實今天這個考驗不多 但是, 幾個很穩健的龍門來的, 由於剛才那個, 鄭耀忠面前打手槌的話呢, 又相當夠膽識的 那麥, 歐慧倫呢, 旁邊, 等著很心急, 始終還沒有機會出來 這個球一轉轉進來, 看著那個球, 走的呢, 就是南華偉 面對十五個賠, 那麥, 始終那些十五個賠, 撥得緊啊, 唯有送到後面, 沙迪 沙迪呢, 看來會撞在中間, 因為幾個紅衫進來, 這邊呢, 看來怎麽知道, 佩里迪頂到中間, 不怕 因為見到呢, 佩一殺出來的時候呢, 就沒有紅衫球員過來逼他, 哇, 中過了, 哎呀, 敗敗敗敗 這個球呢, 應該給牌點, 沒錯, 應該絕對需要給牌 因為見到呢, 馬露夫呢, 這個球一過的時候呢, 被人, 被阿佑姐過他呢, 來一個剪刀腳一夾 那麽, 先拿一面黃牌, 那麽打到目前為止呢, 才有底面黃牌出現, 看來慢鏡, 這個球優一個的時候呢, 他硬呢, 一踢, 踢跌他去 那麽, 球證給個黃牌也是絕對對的, 那麽, 而在這個角度再看一次, 哇, 踢到上收頭哥那麽 那麽, 當我們做慢鏡的時候呢, 這個球員拿了黃牌, 那麽, 而這個歐衛里亦都入了場了 那麽, 今年的香港隊呢, 前鋒總共有四個球員呢, 可供選擇 那麽, 如果這麽的情況呢, 就是重心的球員, 在以往那幾年出現呢, 那麽就糟了, 都不知找誰進去看好 那麽, 今年的呢, 除了呢, 現在出場的歐偉倫, 還有郭文迪 那麽, 和梁志駒呢, 是另外一位的年青的前鋒, 可供選擇 那麽用起來的效果, 亦都是接近的, 所以香港隊呢, 今年呢, 真是在人力資源方面呢 在攻擊線方面呢, 是很充足的 那麽, 當然呢, 鄭兆聰的經驗啊, 和作用呢, 加上呢, 近期他的腳風啊, 入球數字呢, 高啊, 是對香港, 他的在陣對香港隊呢, 比較有幫助的 那麽, 但是, 講回歐偉倫, 其實, 如果他有機會落在他的腳下呢, 也都可以掌握得到的 這個球員呢, 有技術和有經驗的 那麽, 和梁志駒一腳, 清了上來, 前面呢, 剛剛進來的歐偉倫, 第一次碰球呢, 一轉身就跌在這裏 那麽, 打到這個時間呢, 其實這場賽事呢, 我覺得是幾乾淨的 那麽, 看這個球, 怎麽犯規呢, 原來就是6號, 普茲安道呢, 是小小的輕微動作, 是拍跌了這個歐偉倫 那這場比賽, 打到這裏, 接近上本場, 圓的位置呢, 只是出現過一面的王牌的 快定的時間, 終於打完了, 那這些高球, 可不可以威脅呢, 這個卡迪高呢, 是非常之誠疑問的 這個球員呢, 幾次出來接高球呢, 給人的感覺是非常之有信心和穩健的 那麽, 逼得好好的, 香港隊的前場, 其實做得好好的, 今天 還有呢, 幾秒鐘就打完了, 會補回多數的受傷時間呢, 這個一定是的了 好啦, 拿了王牌, 這個呢, 馬老虎在右手邊拿到 好, 過不過得到呢, 是這個班尤卓, 過了呢, 接近入禁區, 班尤卓奔下去, 哇, 一條柱, 我見到呢, 七路那些師傅路呢, 鏟到, 碰到那個波呢, 這些波呢, 強勁的地波出來呢, 那些前方一湧過去呢, 你說哪個位置, 撞到那個波呢, 都會構成一個很大, 很大的威脅的 壯正的龍門來說呢, 就沒有得救了啦 那香港隊在上半場呢, 雖然有攻勢, 但是就絕小, 好像類似印尼這下的宮門呢, 是這樣的模式, 都是在後半場左右呢, 對角呢, 就斬過去的 那麽, 對印尼來說呢, 那個威脅是不是很大的, 那麽效果呢, 亦都是很不明顯 羅繼偉已經呢, 不敢飆去了, 交給佩迪里在中間, 那麽然後又半腰那個, 那麽又漏了呢, 漏了這個師傅路, 師傅路射牌, 幸好高一點的, 幸好高一點啊 在個眉頂大概高呢, 兩至三尺的位置呢, 出了界了, 剛才也是這個師傅路呢, 就是入攝第一條柱的 那香港隊呢, 要留意這個球員了, 實際最大 前面最大目標呢, 就是金頭髮這個佩迪里, 其實呢, 就最多在危險的位置出現呢, 就是7號的師傅路的 那打到這個時間呢, 這個射門結束的時候呢, 是這一場上半場的賽事呢, 亦都是剛剛結束啊 那香港代表隊呢, 和作客的印尼呢, 亦都是打成0比0平手的 那, 要休息一會呢, 我們回來亦都會和大家研究一下, 上半場兩隊究竟是打成怎樣的 下面聽到 bumps 呀, olha, 球員 那 듣鴛夠, 我們是9號B Muunel, 對吧 歡迎大家回來旺岳牠 今天呢, 我們是歸進來的 都是 譬如說, 我們是一個接 neck,bane的四處 香港隊聊天 謝謝主席想問一下你 你覺得上滿場香港隊的表現如何 在後防方面我覺得打得挺好的 因為邱建威起碼可以做到部署 就是很多提場 左右兩閘都大家做到他的功夫 但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是面對他們方面的中前場 打得很好 尤其中場方面 他是差不多控制了中場 變成我們在進攻方面 很多時候都斷籃被他折住 加上因為好像雞仔這邊左邊 似乎發揮不太理想 右邊靠和仔有些時候 可以有兩三下快速的攻勢 變成在進攻方面似乎弱了很多 加上好像阿聰這麼快傷了之後 變成在前面方面的攻擊力又削弱了很多 那你覺得印尼隊的攻勢你是覺得如何 攻勢他做得挺好 因為他很多時候用那些跌馬式的重攻 就是他可以一上一落一上一落 是呼應得很好 變成他在中場蓋上來那一刻就很有力 變成可以拉好很多空位 令到我們的後防固此失筆 製造一些空位 但好在他在前面方面就不是說做得 就是射門方面不是說做得這麼好 所以變成我們還可以保持到打和的局面 那下半場歐偉領已經換了出來 你們會不會變陣或者有些甚麼部署呢 我想歐偉領要靠他走動多些 因為歐偉領始終他比較飄忽很多 好 好了 那基本上我們看回統計 那見到香港就是和印尼的射門方面 印尼就是七射沒有中 香港四射就沒有中 那雙方紀錄也都是未有的 那國球大家相約而已 那球員對攻方面 鄭少忠雖然已經投入火線 但大家看到上半場有兩個射門 但是沒有一次中 施佩魯一次射門也是不中 那控球方面見到大家 鄭少忠是比較多些少的 那整體上來講可以看到 今天上半場從球員的對碰以至 在整場賽事來說 都是實力相弱 那我們期待下半場 希望有一個新的局面 我們休息一會兒 那歡迎回來王俠祥 那下半場即將開始了 但是上半場末段的時候 鄭少忠因傷是退下火線的 大家對他相當關心 那現在看到加樂仔 和他在一起 那就交給你了 加樂仔 是呀 麻煩你宗仔 在我身邊就是鄭少忠 那見到那個忠現在的腳 就敷了很冰 那忠仔現在的傷勢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呢 傷勢 我真的要求二半出來 那你覺得接下來下半場 講到應該怎麼打呢 我想大家都是 那個攻勢都差不多 不過我們需要 就是猜好這球 可以邊線落底線 如果我們邊線落不到底線 我們很難說可以制到機會 可以入球 因為我們習慣了香港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以暫時上半場來講 就是下不了邊線 那就是 如果下了邊線 我想覺得會好些 好 麻煩你阿鍾仔 好了 我們下半場 其實已經開了球了 那客軍方面 我們一出場的時候 也都看過 出場的名單方面 也都換了一個 14號的 是柏絲組 進來的 那相信香港隊方面 仍然維持上半場 11個原有的人腳 就是比賽的 那客軍呢 被換出11號的沙迪 他們做了一個調動 那其實在上半場 我們看到香港隊 打來呢 他們其實在過去一個星期 在這個防守方面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的功夫了 那起碼這場球呢 在上半場 我們見不到後防 在柬埔寨所露出來的混亂 和漏洞的 那但是相反來說呢 就是在進攻方面 這一場球 由這個對手 他看到的級數比較高呢 他們的發揮也都沒有那麼好 那麼李劍和呢 就比9號這個呢 是拿華位呢 就是歐跌的 再次講一講 就是上半場呢 是印尼方面 有一個2號的馬魯夫 被罰這個王牌的 那發球開出呢 立刻被印尼的首位 頂出來 這個快攻呢 落在隊長 這個呢 山道素的腳下 助攻的極強一個呢 就是左後衛來的 那其實應該叫翼衛才對 我看機會有機會出了 因為呢 已經放軟手腳 等他追在中間的了 出到一個漂亮的球 出回來 剛剛進去這個14號的 帕斯組呢 就是射過去 都叫做射門 但是是不中目標的射門 這個就換進來 剃出11號的沙迪的 印尼的後備球員了 再看剛才呢 這個隊長 拿道素落到底線呢 其實當時有一個呢 是 蔣細浩呢 不斷追著他的了 都是放軟了 放軟了最後那幾步呢 被隊長出到球 然後出現了這個 帕斯組呢 的浪蛇 越位 郭宇鴻是越位的 南韓的蒲正 時熱 郭宇鴻呢 上一場呢 打了半場而已 那麼下半場換了呢 陳志康進來呢 就改善了香港隊的打法 進攻的模式 少少的 今天呢 香港隊呢 下半場呢 決定是用回原班人馬呢 是看看環境 怎樣才決定 那事實上也都是 真的對的 因為上半場來講呢 除了進攻方面呢 受到對方很強裕的抵抗之外呢 發揮是不錯的 帕斯組 交給呢 這個16號的 拿雷馬路尼 這個五波呢 都去鏟島 賴啟卓呢 就是呢 一清一腳 我相信應該是印尼的界外球啦 立刻第一時間 回回給 等界外球的球員 這個球頂死啦 哎呀 好彩救到空門 又劍威救到空門 再射回去 又好彩改變方向 出了界 哇 死過翻山 香港隊又死過翻山 走路到遠近的這個佩迪利 啊 給他呢 頂上去啊 你看一下啊 頂上去的那個位 還是死位地坡啊 幸好呢 就剛剛呢 優健飛移回去呢 近龍門的位 一腳清出來 然後呢 軟射改變方向之下呢 彈橫了啦 啦 這個球如果是就是 那邊方向是 直飛龍門的那個角度 的話呢 死定了 先後 短短的 兩秒鐘的時間裏面 香港隊是逃過 失波 這個呢 是命運啦 即是在球運方面呢 香港隊呢 這場球呢 初步見到呢 就是站在香港隊那邊 衛倫一撐撐高 好啦 左腳射過去呢 嘩 這個球呢 射得這麼頑皮的啦 這個球有倒勢喔 走回頭 郭余勇呢 走到盡都追不回這個球了 好啦 剛剛呢 就是香港隊呢 不輸球呢 逃過了握運 看看是否好運自然來啦 好啦 印尼隊的間外球呢 扔進來先 好 撈過來中間 說拔衣啊 哎呀 球正比得一 原因呢 印尼的球員呢 拿回球嘛 接著給過來這邊 山道水 在時間呢 扯過來這邊 佩迪利 啊 壓過了阿雞天 這個佩迪利 在左邊呢 出到的球不要漏啊 哎呀 賴啟唱呢 立即撞橫了那個球 回來救球的 和仔呢 拿到 接著呢 扯到高球 過頭就有機了 哎呀 過不了頭這個球 那這個球 過不了頭之下呢 就被對方 這個呢 是馬魯夫呢 是解圍過來這邊 好 又見到呢 南華偉呢 將個球撞到後面 哦 山道水也都不踢前 將個球撞到後 雷瓦琳 雷瓦琳呢 他的高球呢 吊過來這邊 阿雞壓住他 哎呀 糟了 但是呢 球證呢 吹罰了 這個金帽仔的盤擊李呢 扯扯阿雞 導致阿雞呢 是頂不了這個球 球證吹罰之下呢 應該是 香港隊一個時候 了 下半場打了 接近五分鐘呢 還沒有記錄 啊 分幾鐘之前呢 香港隊呢 幾乎呢 撐了過來這邊 好了 現在見到呢 十六號的 拿雷馬路尼 拿了個球一樣 讓了給拿華偉 拿偉呢 給過來這邊 是不是想射呢 這個後備球的祖魄師 祖魄師 祖魄師 這個呢 魄師祖 好了 又是金帽仔的世界了 佩迪李 撞環到這邊 大家夾呢 就不夠夾喔 出回來這邊呢 尼家林呢 把那波扯他 左手邊 然後 和仔呢 就是 想說不輸 角球都不單 這波追不到 和仔追到底線 那波始終呢 出界的 變成了呢 是印尼隊的一個角球了 那似乎印尼隊呢 下半場一開始呢 就是佔到很 很好的優勢喔 壓著這個香港隊來打喔 大家見到他們的 拿華偉呢 準備開個球 印尼隊的拿華偉呢 準備開個球 啊 直接地球呢 拉過去和仔 不要搞在近處呢 再度呢 把那波呢 撞到底線 再出一個角球 那麽直接呢 好像射球那麽 扯地球過來的 現在繼續又為他開 看看這個拿華偉呢 是不是這樣開 這麽這麽高的球呢 不知道 短的呢 那麽 那麽開了出來呢 撕佩露了 是不是給人去呢 不是啊 靠這個山道素來的 用左腳呢 出到這個球 哎呀 升起 頭脫又撞到的了 這個佩迪李呀 但是又撞高了 咦 似乎下半場呢 走漏了這個佩迪李 好多次了 給他兩番呢 剛才已經講過 那麽機會輸球 就是他頭脫的那個門 看看又被這個金帽子 升起了 這個球 那麽好彩呢 他就弄歪了 那麽要留意了 那麽找人呢 給他頂一頂先 不要給他那麽輕易呢 升起了 在門前頂球 就危險了 好 一鏟 仍然鏟不掉 咦 厲害了 現在印尼隊呢 下半場 阿雞又殺到 一天被捕捉了 把球捕出底線 又輸一個球 又輸一個球 印尼又在左邊呢 迫得一個球 現在看到這個後備上陣 下半場 後備上陣的克斯組呢 走過去準備開一個球 看這次呢 開高球了 又留意金帽仔佩迪里的頭鎚 哇 好漂亮啊 這個球落幾分 哎呀好厲害 沉陪一頭呢 撿出來 跟著豪珠呢 頂又落到對方的腳下 這個雷雅林呢 這個遠射 哇 好強喔這個球喔 好強喔 可惜射高了多少 嗯 似乎呢 就是下半場 開球打到現在呢 是接近八分鐘了 那麽香港隊呢 處於劣勢喔 被印尼呢 按住來打 打了八分鐘 那麽就是喔 那麽希望呢 停一停之後呢 就發揮回自己的 應有的本色啦 上半場呢 大家都打得好啊 雙方呢 都是拉成軍勢 但是下半場打到現在呢 是八分鐘呢 就是印尼隊呢 是佔盡優勢了 梁卓祥開出這個高球出來 先右一頭頂 梁卓祥接回去 沒錯 進了禁區呢 可以用手了 梁卓祥因為對方頭鎚頂過去的 再放出一個高球 從高而落 阿倫呢 壓住大家 怎麼樣 沒事啊 繼續比賽啊 嗯 又是洪三的印尼隊呢 就是控球在腳 這個山道掃呢 跳過 哇 這個隊長的山道掃 這個大圈呢 仍然是控的 那個球呢 帶過來這邊 好了 比過來呢 這邊的那華位 一壓豪豬呢 壓住 他又拔了 沒錯 豪豬摺到他的位 那華位呢 後面就拔了啊 蔡世豪 上次呢 球證呢 是吹發 這樣很努力啊 蔡世豪的分別呢 回來呢 壓了他的位了 他在後面呢 抱著蔡世豪的肩膀呢 扯掉了 球證吹發之下呢 那就是 再看一下 右手呢 是這樣估著頸 抱著肩膀呢 扯掉了 蔡世豪 因此球證吹發 絕對正確 沒錯啊 那發得很對啊 好了 那看來香港隊的進攻 但是呢 可惜香港隊的下半場呢 打到目前為止 都經常斷攬 上場印尼呢 幾次的進攻呢 埋門都有威脅 好了 另外一次的埋門 那華位比下來這邊 斯佩洛 哎呀 又標啊 接著呢 那個Bucker 現在空門長大的 梁卓祥還不起來 原來梁卓祥被人踢中了頭啊 真是陰公啊 哎呀 大家看看 為什麼梁卓祥呢 還不起來 還繼續參與比賽 原來他被人踢中了頭 現在呢 就不單止梁卓祥 看到呢 應該呢 本宇卓也都有事啊 兩個球員呢 也有事 那就糟了 那香港的後防呢 現在下部長開呢 不知為什麼呢 已經是騰騰陣的了 我相信呢 跟體力很有關係 因為特別多 香港的體力下降的時候呢 凡是打防守呢 如果你看下降呢 起腳慢一點點 可能是慢了是0.1秒呢 就是踢不到球 踢不到球 我們看回這個球 對方呢 斯佩洛一臂臂的邱健威 有一出的時候呢 在中間沙塵滾滾 三個人啊 自己又撞自己 這個柏絲組又撞過來 再從角度看清楚 看看梁卓祥也怎麼樣 呦仔這個沒有理由這樣飆的 這些位置 跟著呢 就製造一個危機 從自己人呢 撞回自己人 累到呢 自己有呢 就撞自己有受傷 呦仔這個球 他自己去的時間呢 已經是頑皮的了 如果發覺自己去勢是頑皮 就不要把減糟飆下去了 縮回頭 捧著他 壓他落底線 你沒辦法 你減糟飆了 導致呢 是機會呢 這位柏絲組 也都不怪得這個柏絲組 因為作為前宮球員 那個球出呢 他當然是踢的 那現在見到呢 香港隊的軍員 Andy Krog呢 就出來呢 看看梁卓祥 因為呢 他可能呢 直接是鬥頭呢 是踢他一下的 那麼陳家琦呢 立即要熱身啊 那麼看來呢 可能沒什麼事 因為現在見到梁卓祥呢 就應該都 慢慢地蹲起來 搬搖槍呢 就還在龍門後面的分圍啊 那麼 那麼 那幾個人呢 分分鐘呢 可能搬搖槍呢 又踢一下梁卓祥 大家一撞啊 白絲組後面夾過來 那麼這個球絕對 不怪得白絲組的啊 好了 那麼班耀卓未可以繼續比賽 但是呢 比賽已經開始了 香港隊呢 暫時是踢少一個人的 邱健威 哇 落腳快點 上半場呢 阿邱打得不錯的 但是下半場呢 這一輪呢 看到香港隊的防守就是亂了啊 上半場的防守 可以說是 伤得好的了 但是現在呢 反圍呢 看到印尼隊呢 就 見對方一縮的時候呢 他還做得爽朗了點 幾十條 推進來 阿邱來了 哎 在那邊埋 這次阿邱應該呢 這次好東西啦 整個定一個假動作 握握握 對方的隊長呢 山道蘇呢 他以為他踢的 他就明知他合上的位置 就不踢了 阿邱呢 要頂一點的 因為呢 後面呢 靠你經驗後防這幾個球員來說呢 你和羅計劃呢 真是老大哥來的了 帶著潘耀卓啊 帶著這個賴啟唱去踢的 所以呢 一定要呢 是頂住 頂住後面呢 還可以踢 如果你後面一暖呢 就 香港隊真的冷水啊 好了 這個球呢 又不夠頂 但好早的球下來呢 是豪珠 但是豪珠想說殺上的時候呢 就不行了 哎呀 潘耀卓剛剛復入的時候呢 差點了 就是馬上有波踢 他說不關 不關搖耀卓的事啊 因為呢 球證地就被他在那邊入 應該是在長中的嘛 他還沒去到長中 哎呀 那大華甲好彩啦 那那波呢 仍然空翻 好 羅計劃 有健威 這邊呢 就是賴啟唱 那潘耀卓呢 走過來幫他 看來都會給的了 沒錯 那前面呢 有十倍 再上一點點了 這個波一臂臂過了 哎呀 但是這個 好 幸好呢 潘耀卓呢 在那邊擔任對方 對方的犯規 好了 這邊呢 我見到呢 香港都會換人喔 因為呢 郭如虹應該被調離場 好像上場去選步站那樣 由這個陳子康入梯 但是這個波開了 沒得換啊 所以呢 比賽在這邊繼續的了 李劍和一猜 哎呀 尺寸差多少 哎呀 幸好又落回李劍和道 好 但是呢 得得對方來呢 就冷不提火了 後面這個 拿華偉呢 已經是偷翻了個波了 好了 這邊隊長 哇 差到數 賣弄一下腳法 遲遲不踢呢 就引到這個歐衛頓 後面呢 差點是照正他呀 那看到印尼呢 現在地獄哥推準呢 相當爽朗 那因為呢 他們呢 球員平均技術呢 是比較好些 好了 再送下去底線 那看到呢 師配路沒有了 這個波 波快就人慢 位就對呀 送下來 但是呢 可惜 這邊呢 換人了 這邊呢 正式可以換人了 見到呢 這個郭如虹對流火線 又是換入這個陳子康 那基本上的調動呢 和上場的簡報債 那一模一樣 但是上場的對手呢 就比較弱啊 那換了陳子康出來呢 踢球的機會會多 但是我相信現在 這樣的環境下來呢 陳子康都是靠穩手突擊 來靠他在前面發揮的而已 那現在的調動呢 都可以說是對的 因為現在屬於是一個劣勢 香港隊屬於一個劣勢 那變動一下呢 在一個位置上呢 作些刺激的話呢 可能他演出又會不同的了 踢球的東西很怪的 有時候動一個位呢 就會令到整個局 都不同了的了 那可否認現在印尼呢 真是比較好的攻勢 那香港隊呢 暫時來說呢 還是頂得住的 那幾個呢 就好像梁卓祥 和潘耀卓呢 剛剛撞在一起呢 都不見到真正有什麼影響 那這個後抽過得漂亮啊 佩迪里 起到腳就糟了 好了 撞射 下了 那這個後上射球呢 就是呢 下半天又替他佩斯組啊 佩斯組呢 都起很多腳球了 在這個位置 那也都要留意 這個十四號球員呢 他後上呢 大概在二十五馬到開始呢 每次進攻的時候呢 他都會陪在附近的 那些球呢 如果龍門打手條出來啊 後衛解圍出來呢 往往都是他第一個球呢 第一個球員呢 第一個人呢 第一個球員都去到的 好了 陳志康呢 換了進來了 也都有機會呢 碰碰個球 不過很快就失去了啊 隊長呢 這個山道素呢 是很活躍啊 可以左邊的 兩個全靠他呢 在這裏發動攻勢的 佩迪里 射在中間了 有一點點拉 就掉了在這裏 球證呢 在面前看呢 應該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沒有吹發到的 換了陳志康進來呢 對他攻擊方面呢 有什麼改善呢 這件事呢 要繼續看下去了 下半場打了15分鐘 同樣都是上半場的紀錄 是0比0的 當香港隊組織攻勢的時間呢 他們是比較猶豫少少的 沒有印尼呢 打得這麼爽 還有這麼有信心的 解圍出界 這個波都是屬於 香港代表隊的界外球 交給陳志康 然後岑國會高波斬過去 這件李健和看怎麼處理了 頂比呢 就是前面的王志強 球戰沒有吹拔到 那麼很快就 印尼野搶回 那個波出回來 交給拿華為 其實可以選擇 給左手邊這個7號啊 是斯佩奴啊 哎呀出界了 哈 印尼這個全中波呢 都是打了下半場這個時間 16分鐘 最差一個了 除了開球2分 3分鐘的時間呢 印尼有一次個黃金機會呢 頂上去呢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們 縱使有比較多的攻勢呢 但是真正可以威脅香港 坐下最多的 換梁出場的機會都是不是多的 就是說這場波呢 和波呢 也是很大機會的 中間有歐韋倫呢 入攝了 好了 漏空了 起尾了腳 中間 好了 起到腳 這場波沒有錯 破網啊 17分鐘 歐韋倫 替香港隊打開紀錄 這個波呢 就要我們要佩服 就是 橫交惠倫呢 他這個球員 雖然呢 他現在就是香港的 副選球員 但是呢 他入到禁區 當機會出現在他身上 或者腳下的時間呢 他是有這樣的質素 是可以反押到這個機會 是轉了入網的 這個波其實呢 之前他已經錯過了一個 起腳機會了 那不知為何呢 神推舉本的波 仍然跌在他前面呢 那就對了 這個波呢 就正對著那個 浪泉黃秋呢 是令到印尼隊 他在比較好的優勢之下呢 反而要落後 他聰明的地方 第一下不落 等那個波再入少少 然後想頂個波 過對方五號的 舒基恩道路啊 那輾轉呢 最後呢 最後呢 也都仍然落在他前面 造就了一個呢 是歐韋倫做英雄的機會 這個呢 就是整個入球的過程了 好了 香港隊呢 這幾年現在處於血勢之下呢 可以打開紀錄 真的呢 投賽你們呢 難意料了 那下本場 開波一直呢 都被印尼呢 按住來打 啊!一次的突擊就搞定了 被歐韋倫呢 搞定了 那現在香港隊 有1比0的紀錄在首 即是有1強波在首 應該打定一點 後防 不用說 印尼一定呢 已經全力呢 反撲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 柏斯祖呢 把那波呢 扯過來這邊 那看是怎樣了 這個馬洛夫呢 拿定那波 跟著呢 給他去前面 哎呀! 似乎吹佛了 沒錯! 給他那波呢 尋陪呢 推著對方 快開的佛球呢 開過來這邊 一刀 這個呢 是佩迪里 推後的波呢 避過了 張西雄 之後呢 現在前面 拿回一推 給不給他了 給了 這個斯佩魯呢 過兩關 射傳 哎呀! 剛剛呢 紅珠回來 清啦!和仔! 哎呀! 這樣啊! 好了!叫你清啦 你不要像上一場那一刻 在門口門端 把波給人射幾乎 排腳清啊 那些波亂軍之中 就不要那麼勢力了 好了!印尼隊的一次場 完全攻勢 這個波就斬得住 在彈捷呢 先啊! 那麼 香港隊的球門球 下半場是18分鐘 記錄是1比0 香港隊呢 在教隊之前呢 就由這個 那個韋倫呢 就是一球波建功 就是香港隊領先 一球波 現在啊! 那已經是下半場的 19分鐘了 那麼印尼的教練呢 似乎呢 這個是 于斯卡達呢 沒有什麼表情了 輸著一球波 自己的球隊啊 是呀! 是呀! 好啊! 判瑤卓 一球呢 把那球呢 頂了出來 歐韋倫回後 十倍呢 給他左邊的陳志康 陳志康 哎呀! 好耶! 立即呢 歐韋倫呢 又給陳志康 兩個籃球員呢 在左邊呢 他下巴 那 Hipki 可惜呢 出界在先啦 果然呢 換換陳志康呢 又不一樣的喔 哇 ! 陳志康又比較 硬正一些啊 他擺一個波呀 或者是在路底線的過程 速度呢 亦都是不弱 因此呢 換了人之後呢 又有點改觀 好了 ! 印尼隊下了一球波 看看又怎樣 還慢慢來啊 現在唯一的寄望呢 就是寄望印尼隊 傾巢反撲 出擊 希望求和之時間 就比香港隊再突擊多少顆 現在一顆都還未定 好 阿雞回防 把球扣出去橫邊 變成印尼隊的一個戒外球 這個山道素是準備扔戒外球 一扔 扔到接近底線 兩個撞到一堆 踢吧 陳佩 蒸吧 哇 這麼厲害 和仔大腳蒸 這些球要 好 阿雞回來了 踩下那個球 給回到和仔 和仔的護傳 給回到中間 給王志強好過這個球 給了出界的和仔這個球 好 雷雅琳看印尼扔戒外球 哇 現在在後面騎上去這麼多機會 好 護著那個球 華偉把那個球送回後 帕斯祖 再來一個橫傳 給了普知安道 這次的攻勢挺漂亮 跟著就是拿雷馬路尼 全中位 沒關係 梁翠翔出得快 好聰明 這個球出來先接了 打定點 不用急 有一球球在手 仿個長球 見人喔 看看匡仔 匡仔肯去捏這些球 壓住 被對方 雖然頂到 有人壓住 對方頂個球 頂得不太準 不太準 這個球頂出界 香港隊迫得界外球 潘瑞翔扔來給了蔡細豪先 潘瑞翔走位 豪珠寶 給不到 給過來了陳志康 陳志康先戴上後 戴上他給後 是 給了後面的邱仔 邱仔拿定 掃把腳庫過來 右手面空位的羅繼華 看看計點了 直接高波給了歐韋倫 不夠對方頂了 頂了出來 兩個差點頂不了 後上 拿回波的就是羅繼華 羅繼華給了陳志康 陳志康怎麼樣 左腳 死去 終於是因為 死去的時候 有動作 陳志康 球證出發 這個時候 客軍引來換人 沒錯 這個20號 就是巴蒙基斯 跟斯佩露 互換的 斯佩露離場 巴蒙基斯 就進來 巴蒙基斯 是其中一個有威脅的球員 而這個德國的粵組球隊 武信卡巴 剛剛降落粵組 那支球隊 也說有興趣 找他過去試試 剛才他的領隊就這樣跟我說 那現在趁這個時候 就見形勢不妙了 立即放他進來 那之前我問過領隊 我說這個球員 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們今天 找他打後備呢 他說這個是教練的安排 那是不是傷呢 領隊就不肯跟我說 那看下來 看看他下場的情況如何 嘩 一元杯頂到 接著呢 栽埋了 這個球員殺了 對方球員 幸好啊 這個球員又是這個 香港的球員 羅繼華 一直呢 躺過去 那這邊呢 都見到 潘耀聰 立即是引流出擊 去到對方的中場先 但是可惜啊 這個球呢 孤掌難明啊 一迫的時候呢 就被人呢 輕輕一偷偷玩個球先 輸幾印度老 哇 剛才呢 羅繼華呢 直接躺下去了 以身相許啊 哎 比身體散一腳好過了 那以身相許之下呢 好彩呢 就不用輸了 如果不是你這樣一射到 那個威力呢 應該相當大的 那看到現在呢 印尼呢 現在我看印尼急啊 因為你越急就越亂 香港隊就打一口氣的 嘩 我說的是梁卓祥喔 啊 這個球員呢 一轉身射呢 就看到這個 巴蒙基斯的力量了 哇 這個球員呢 都很善於捕捉這個射門 一級 轉身呢 立即起腳了 幸好梁卓祥呢 站出來沒有封位 一球不禽住 那這個球員呢 第一腳射門已經有威脅了 那香港隊呢一定要呢 是看緊這局才行啊 那香港隊呢 善打這個穩守突擊啊 上半場呢 頭十分鐘都打得不好啊 但是一個突擊之下呢 是贏一球呢 整隊呢士氣大爭 那如果你這個球呢 自己和自己呢 印尼自己的防身球員出誤會呢 後面歐衛倫呢 又在這裡呢 等著機會的了 好了 巴蒙斯基猜在後面 中間呢 就拿雷馬路利 馬路利啊 一路扯過來 左手邊 那羅繼華呢 剛才拍過一下呢 又受了傷啊 現在羅繼華呢 又離開了球場 接受軍衣的治療啊 這邊呢 到阿丘呢 有一腳清 哇 血肉長勝啊 接著呢 我相信呢 都會有一場攻防戰啊 三度數 不得馬 一級 毛珠很勤力 中間呢 是南華衛 落對底線 又不出了 因為劍毛在前面 現在突出了 被他頂到啦 哇 這個是巴蒙基斯進來 真的有威脅啊 剛才的前面呢 不和他跳啊 好了 這個時候呢 看看怎樣呢 應該呢 是逼迫一個 教育球的香港隊啊 普知安道呢 把球頂出去 那這邊呢 羅繼華也是伏入啊 伏入賽事 那剛才肯定呢 就是跟隔一隔這個 佩迪李那一下 那一下呢 可能呢 是困一困 立即呢 Andy幫他捉一捉 立即呢 好了 這個球呢 陳智康看來追不到的 因為那個球已經出界了 一浪浪上去 那暫時呢 有一球在手啊 香港隊呢 打這些球呢 當他領先一球的時候呢 就鞠住那道氣打呢 應該是打得不錯的 那後防球員呢 就有信心就大了 因為之前呢 是開一開波那段時間呢 他後防都相當亂下的 那現在時間呢 就還有一半左右 那希望呢 撐得住啊 那如果贏了的話呢 真的那個形勢相當理想 哎呀 這個球呢 這次到佩迪李呢 佩迪李呢 一控那波就竟然呢 控那波出界 他自己想不到啊 那我想呢 他們呢 就打完上半場呢 入圈形式的時候 教練都猜不到啊 香港隊呢 下半場呢 會在劣勢之下呢 會仍然是鮮開紀錄的一隊呢 哇 看打到他歐惠倫呢 真的整個呢 就是想飛上去啊 想飛上去 擒著對方 但是可惜那波人一避一射身 那論技術 的確是印尼高少少的 那大家看他上波都很純熟 那香港隊呢 勝了呢 那拼勁夠啊 好了這邊呢 就是馬洛夫避了給自己的隊友 再側在中間 這個波呢 本耀卓頂了 本耀卓今天這樣的狀態 好了 一落落回來 山道素 山道素呢 很活躍 但是既然呢 找不到破門之術 中間 那又是這個 巴蒙基斯 巴蒙基斯 很強化 一個得住你呢 避住你兩個球員 來一個狀場 趁騰進去 中間呢 又是這個 哇 來一個倒掛 突然間呢 這個拿雷馬路尼來一個倒掛 幸好呢 香港隊中間呢 是岑國培 搬越 這段時間呢 是怎樣頂著對方呢 現在最重要的是頂得住的 好了 好了 歐衛倫直著對方的位 跟著 哎呀 烈鹽和想 給歐衛倫 歐衛倫後面呢 哇 直接是右手右腳一齊來了 但是球證呢 因為呢 比得益 印尼呢 依然是控球在腳 所以呢 這個球就繼續去 留意啊 看前面呢 是他們的拿雷馬路走空位 但是不給 不向左邊攻 現在呢 退回去 印尼呢 向右手邊 拆動攻勢 在右手邊 來幾個狀場 好 這個球吹佛了 吹佛呢 就是 印尼的球員 中間呢 看到呢 是雷尼馬路尼呢 就是拉人 香港隊呢 如果踢穩定點 不用急 但是後面呢 我覺得現在 頂著那些淡氣呢 看回這個球 先啦 這個 鵬耀卓一臂臂的 是雷尼馬路尼呢 就是一手抓他的 那善於我的香港隊 現在當自己 控球在腳的時候呢 就不要踢得太急 你踢得太急 你踢得容易失去的時候呢 變了後方壓力就大 經常都被人按住來攻 寧願呢 就差多兩腳 盡量呢 保持控球權 唉 但是我看看呢 看一個慢鏡看到 9號呢 似乎呢 流鼻血喔 塞住個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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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現在走走走 前面呢 他原來聰明啊 我看到那些人塞一塞 又閉上了 現在呢 沒有塞過鼻子的 現在呢 單對單 大樓位 不敢告啊 終於選擇了 兩腳爭 兩腳爭又出 終於兩腳爭是接著 兩腳爭又接住 兩腳爭又接到實實了 哇 下半場呢 兩腳爭又被人家打了頭 打到三下 這個佩迪里呢 這一腳又沒有什麽好 怎麼樣 我們看到慢鏡啦 第一出的時候 佩迪里第一腳 仍然持不住 然後再來 梁翠近一遞 印尼可能會換第三個球員進來了 後備球員 現在等著他死球 我見到一個白露的書籃 在場邊已經準備妥當了 準備好了 換人的準備 看情況 九號的那華位會被換出了 由這個時間 觀眾最好做好心理準備了 印尼一定會狂攻的了 可能是香港隊覺得你狂攻就對了 鍾貞下壞 我就最喜歡你來攻 你不來攻 我哪有機會反擊 好像歐偉倫那一球很典型 在後場一個直線造成反擊 兩個人搞定了印尼 隊長山道叔 今天也是一個打得很出色的 客軍的一個演出很好的球員 這個球肯定是射 看看藍不藍的球 不用輸國球 恆志康 這個時候換人了 第三個印尼的後備球員 孫南是會換出了九號的那華位 而大中仍是剩下15分鐘 這三分如果拿起來的話 香港隊能夠進入這個 黎巴嫩的決賽周的機會 就可以說有六至七成的把握了 這個球是角球來的 去 空中飄了出界 第二次是斬得比較肉酸的一個是全中球了 這場球 香港隊的後防 真是演出令人讚賞的 以賴喜卓為首 包辦所有的高空球的解圍 還有15分鐘形光幕 左上角就看到了 在整個四場的主客賽事之中 這一場是出線的關鍵 幸好到目前為止 這次的紀錄和演出都可以令到我們覺得很欣慰 由於香港隊是領先 你看到那些佛球的時間是很慢的 完全是一點都不急 印尼方面就是殘眼 特別是龍門卡迪高 因為慢過頭也有避署 因為是慢過頭 那麼球證就覺得你是坑義拖延時間 有一個高波斬給陳志康那個角度 那個位置下 給右後衛馬魯夫頂著出去 下計劃就是第二個被罰王牌的球員 潘耀卓斬到王志強在中間 滑得靚 其實王志強在下半場來說 基本上他就在前面真的做一個影子 做一個目標 實際波到他的腳 真的數得出沒有什麼邊幾次 這個球是批得不錯的 批得正就有威脅 球門球開出的時間歐偉倫第一次頂出來 跟著回頭又是黎啟著 表現機會搜球 球證看不到 黃正應該給旗號的 沒理由這個球 看到 手球是很清楚的 球證就背著他 沒得說 看不到都情有可量 不過他都應該知道了 都吹了 所以歐偉倫向他投訴的時間 他都極口頭警告了歐偉倫 叫他不要多事 這個發球由邱健威了 邱健威就不敢好像剛才羅繼華那樣 慢慢的 慢條絲你這樣開 因為球證也都覺得 香港球員在某些的 好像間外球 角球那時候 都詐詐詐詐詐的 想浪費點時間 都很正路的 還有十二分鐘都捱完了 到時呢 蓋上這三分六分 都沒有你這麼好氣 現在急的呢就是印尼隊急 輕鬆全力是反破的了 現在見到呢 這個保持安道呢 被他前面不去得 那隊友呢又咬回來了中間 又是保持安道呢 跟著呢彈過來這邊 應該是彈到左邊了 沒錯了 左邊這個雷雅琳呢 空位 現在雷雅琳拿定的球 一彈彈到前面 哇 和仔呢是鏟空了 這個球 大家都見不到球 那最後呢就 得一個界外球了 下半場的三十三分鐘了 接近一比零 香港隊呢 憑歐偉倫呢 就在下半場的十六分鐘呢 十一球球領先到現在了 好了 黃志強心一朗定 後面有人握 黃志強想去捏 又捏不到 現在最後呢 落回雷雅琳的腳下 起回來中路 不去得 又撞回後面 保持安道 好了 再給他前面了 這個是司機恩道路 直線呢 衛去前面了 看看怎樣了 猜過來左手邊的山道素 現在山道素猛洋手 你走位 你不走就比不出 好了 現在出之呢 比得出 這個呢 就是 巴蒙基斯呢 頂回後的時候 猶殺好 輪到呢 這個潘迪里呢 拿到球 黃志強呢 鋁掉了 但是落回雷山道素的腳下 一個直線呢 貝迪里 心急之下呢 拿球也脫掉了 給丘仔拿了 接著呢 給陳志康 康仔一鬥 鬥回後面的 潘耀卓 潘耀卓一滴 仍然拿回這個球 一跳跳過對方的身呢 撞上去橫邊 很聰明呀 這個球潘耀卓 自己呢 搏回一個間外球 好了 潘耀卓呢 準備看香港隊 扔這個間外球 一扔回來 蔣世豪給他 看高波呢 到他前面 一批 批了過來中間 看誰去 哇 陳志康想說 慢一步了 最後呢 這個呢 司機印度佬呢 拿到球給了隊友 好了 送過來這邊 不去得 第一時間呢 撞後 又給回山道素 這個山道素 喂呀 高波休仔 心口一召 哎呀 不要心口召 應該投錘青的 哎呀 一射好轉了 這個呢 岑國培呢 是 大腳青啦 哎呀 最後出了界 最後出了界啦 這個球是出了界 丘仔 撈回來之前呢 是出界了 丘健威呢 這一下用心口浪呢 就 好不治啊 應該是 頭青還是腳青 看看慢鏡 一射好 散到岑國培呢 是 是 彈橫了那個球 那有幾位想 拉回來呢 那波石上呢 是出了界的 好了 今次呢 就是印尼隊的角球開進來 看是怎樣 哇 幸好呢 賴啟卓呢 頂到喔 頂出來 現在追回頭的 山道素 山道素 追回頭 好了 現在印尼呢 全力呢 反撥呢 因為尚餘十分鐘的 比賽時間 看香港隊呢 頂不頂得來 這十分鐘呢 看那個球斬過來 丘仔頂不到 你不要下手啊 丘仔 嘩 幾乎想下手啊 這個丘健威 哎呀 好危險啊 這個球呢 哇 只看慢鏡好像 似乎是碰到的 哎呀 危險啊 丘健威呢 打到好像 不是幾清醒的啊 好啦 又被對方起腳 不要被他起腳 壓住 賴啟掌 壓住他 哎 還未出界喔 哇 被他傳到鐘 傳過來 不要緊啊 和仔頂上他 好 頂到來中間 哎呀 好彩 對 和仔 醫事正啦 大腳清了他 撿到摩尼 可以 看一看 剛才的慢鏡 這個優點 先用手 哇 不知道碰不碰到 不知道了 他的勢是 哎呀 他的勢是真是想的 哇 梁翔翔出來打 又不行 啊 印尼的攻度不好啊 壓住來打 香港隊 打著 十二分精神 要 又在右邊 現在的策略攻勢了 這個呢 佩迪里 不能去到 張國波呢 折返後 十個人 全踩到前場 印尼啊 哇 這樣射不怕你 沒錯 這樣射不怕 整四十馬射 不怕你 梁翔翔早有準備 雙手托張國波 托出去底線 托到龍門後面 看看 這個遠射呢 被梁翔翔 雙手托高了 好了 印尼隊呢 迫得國球 寶智安道呢 開這個角球 哇 和仔頂完之後呢 被金翔仔撞了一下 好了 和仔頂完球之後呢 這個佩迪里呢 收不到步呢 就撞撞和仔 那可能呢 撞到個頭呢 這一下 可能我肩膀呢 是撞到李健和的頭 那他 那他 都是想錶到頂頭出來 但是和仔呢 就快了一步 頂了個球先 他就收不到 可能那肩膀呢 撞到呢 李健和的側額 那看看慢鏡 那和仔呢 頂了先的 那你見 再看 那李健和頂了先的 他收不到啊 收不到啊 收不到啊 直接收不到啊 那肩膀呢 撞到和仔的側額 那看看有沒有事 希望沒事了 現在冰袋呢 先敷一敷 和仔呢 暫時呢 跌在那裏 不起身至 我看都要抬出場自利 我發覺呢 香港隊這個 這個軍衣呢 有個特點啊 好嘢啊 他走得快啊 以前那些呢 可能體型大噴些的呢 就走得慢啊 這個快 噴噴的馬上走出來 那我們看看 剛才那個慢鏡啊 那這個球呢 射過來呢 那梁卓翔呢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其實都捏了押汗啊 他一升起的時間 其實不多好的 那都好 匆忙中都將那個球呢 托高了 那跟著呢 才需要角球呢 引致一個這樣的 李健和受傷的情況 那李健和現在呢 就是離開了球場了 那現在呢 軍衣彤在後面呢 治療先 那其實較早前呢 我看到平哥呢 都叫司徒文進啊 和劉志強呢 兩個呢 是加料熱身的 那會不會在稍後時間呢 剩下來了呢 這兩個防守都合打的啊 那看一下平哥 你會不會作一個調動先啊 那和仔現在看來呢 就坐得起來 那波呢 這邊開了先的了 那但是香港隊呢 就不理啊 踢少一個人啊 那現在呢 就唯有呢 連歐慧倫都要縮過去了 那第一頂呢 是岑培頂出來 但是呢 落回對方球員腳下 這次呢 到這個 柏斯組了 那慢慢呢 又向右手邊呢 進攻 那和仔應該沒事啊 那走出去 中線呢 就可以服入的了 那現場呢 那入場人數呢 他剛剛抓到 七千五百幾人啊 哇 相當熱鬧 糟了 這個球呢 被山路數在左邊拿到 出得到 他直接射過去 哇 梁卓祥說你精 我都不愛 想到你這招的了 一退一步位 接到實一實了 你說我剛才呢 不多聖神 不多對位 這個球對位了 對 這個球你對了 絕對好 好一點啊 橫身一折 你看看 在左邊入到 這個呢 山路數都 都猛了 直接扯過來 試試了 但是呢 守門接到實一實 那跟著出發來呢 李劍鶴複入之後呢 又再次拼了老命啊 哇 一揮起來的時候呢 對方的柏斯組呢 直接呢 相對橫身是飛了 那見到劉志強呢 就是 站了出來的 那應該呢 就會換人的了 那問題呢 看看換誰先 那啊 現在球證呢 說你還未得 那比賽要繼續 哈哈 這邊呢 到印尼真是麻煩啊 印尼開始呢 就亂了 這個十九號呢 雷雅林呢 舉手說清白 那其實呢 他之前呢 用他的如來臣掌 一握呢 就得到這個 香港隊的球員那裡了 那位呢 魏鵬呢 就被他呢 是攔腰推一推 那很明顯 那但是呢 球證至乎說歐魏鵬沒什麼事喔 叫歐魏鵬起身而已喔 不讓阿君依進來喔 那看來歐魏鵬呢 就沒有了 那幫這段時間換啦 岑輝呢 就被調離場 那換回那個劉志強進去 那位置都對的 劉志強打防守中場呢 看來都是以防守區多的啦 那都對打 年輕人奧運的球員啦 好啦 這球奧運呢 升到那個球的時候呢 對方是頂中 那這個時候呢 就香港隊有了多一點攻勢 好啦 那又被印尼拿到了 這次呢 就自己彈彈彈 哇 好厲害 劉強出來呢 立即呢 第一次有作用 然後對方這個山道素呢 就真是球是他好球的 是呀 一級一轉的時候呢 歐魏鵬呢 都沒有了辦法啊 好啦 立即開啦 喂 香港快點防守啦 不要這樣住呢 前面還有機會攻啊 翻回頭先啦 好啦 那現在呢 白衣球員都開始了 那現在呢 看看 這邊呢 又要慢慢的從頭呢 是策略的攻勢 雷鵝林 助攻都上來 又被他直線側下去啊 一旦打到後面 嘩啊 這次呢 是 勇仔頂完那個球 猛的穩啊 都不知道在哪裏 李劍鵝一腳啊 現在滿滿的香港的球員 一大腳清到那個球 現場的球員 一拍爛了手掌 因為現在還有四分多鐘就是完場 但是香港還要一球領先啦 不要讓他慢慢插進來啊 一插進來呢 就有危險的啦 這個糟了 好 幸好又呈堅被一個新利省啊 邱健鵝呢 又是呢 呈堅硬吃你一夜 都不讓你把那球射到過來 雷鵝林又來了啦 想說挑起那個球 沒有那麼容易 到蔣世豪 蔣世豪在前面 有了歐慧倫 歐慧倫看你可不可能呢 保持著那個球先 我不是要你進攻 保持著那個球先 在那個球出界前 中球升上前面 那前面呢 又沒有人了 那潘耀卓呢 谷到上來的 那潘耀卓你打左閘谷到上來的 喂 快點回去回防 好啊 因為現在人家呢 往往在里那邊埋手的 那這個 那雷馬路尼呢 又在左邊 有一匹匹的下來 那現在香港隊的左後方呢 受壓都挺大 這個球兩場都接了 下半場呢 這個印尼一攻的時候呢 反圍呢 現在覺得呢 他打回長遠急攻呢 我們見到現在現在的網路 現在21號的佩里迪呢 一打長遠急攻呢 他的作用不是那麼大 你看看呢 這球每次扯一扯 他根本沒辦法 是控到那個球 發揮他的技術 發揮他的高速 反圍呢 當印尼隊呢 猜地球進攻的時候呢 更危險 他現在是打回來了 最重要是布什 還有兩分半鐘 這場第二 我們香港代表第二場的 亞洲班的外圍賽呢 會打完的了 現在領先1比0 這個球呢 接近禁區裡面 球證怎樣舉了旗 一定是局吹的了 沒錯啦 因為香港隊球員抓人 幸好在禁區外拉 入少少就問題啦 被拉的呢 就是拿雷馬路來啊 有少少的危機 就在禁區外的佛球 人場就沒抓十馬的 沒退十馬的 十個香港隊的球員 現在全部在自己的禁區裡面 連禁區外都沒有一個的 打過去 打過去 龍門打手錘空手 漏了 結果呢 這個21號的佩迪里 是追成平手啊 我都說這個球危險啊 同時呢 手錘打出來的確也是 打了空氣的 兩棲場 百物一梳啊 整場球呢 演出這麼好的 防線呢 是竟然在這個佛球之中呢 就是呢 出現了這個混亂 打不中手錘不要緊啊 其他的球員 未能夠第一時間 作出應有的反應 就看著這個佩迪里呢 就是門前第十馬的位置呢 是抽入了 印尼隊追回一比一平手啦 再看一次啦 打空啦 佩迪里這個啦 由四個球員站在那裡 只有一個球員呢 就是劉志強 有一點點起步的動作呢 是嘗試去呢 是截這個球的而已 那紀錄是一比一呢 那對於香港隊出線呢 不表示是沒有機會 當然要看回以後的發展是怎樣 但是呢 很大機會就是 就是覺得是很可惜 在這個船偶兩分鐘的時間呢 是失翻了 那這場球呢 都應該是和波收場啦 那樣看法 半曉卓斬過去 王志強煽到波 不排 煽不到 半渡掛出回來 劉志強深刻一拿 慢了一點點 勝賽夠瓦炸 球證吹罰 吹罰啊 沒錯啊 劉志強呢 這個球很均震啊 這個球 全身全意都是埋頂的 而呢 是客軍這個十六號的 雷馬露尼是犯規的了 看看他根本不是頂的那個球的 劉志強去完 頂了那個球的了 他人仲去 絕對吹罰是合理啊 好啦 剛才那個罰球就輸了 這個罰球會不會呢 就是贏回一球呢 那角度對香港不利啊 不是近底線的位置斬過去啊 都好都有角球 那麼法定時間呢 九十分鐘就夠了 但是補三分鐘 補三分鐘的受傷時間 最理想呢 那麼如果有立場的香港球迷呢 最理想就一定好 這個時間呢 再入那個球了 角球準備開出 第一條主落頂出來 又是角球 再叫多一次壺 再入少少 哎呀 球正快一快 又是角球 這個球 龍門 就這個卡迪高 拍一拍的 再來一個 越開越後 賴啓就吊起一線 這個球真是一線啊 不是一鑽啊 鑽就行啊 線就差很多尺的了 這場球 這場球如果香港隊的失分 真的很可惜 因為整個防線呢 完全是戒取過去兩場那些漏閘的 但啟齊這場球絕對呢 我想呢 給了很多很高分 又有機會勾一輪 但是可惜呢 亦都是距離那個波太遠了 給對方的龍門 這個卡迪高 卡迪高 拿著那個波 開出來 現在佩迪的埋追 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也都見到呢 印尼球員呢 見到呢 目的已經是達到 所以呢 攻擊球員呢 再不是呢 兩至三個呢 壓在前面了 縮過後少少 好啊 投正吹發了 印尼 香港隊呢 還有呢 一個進攻的機會 那 保時三分鐘呢 應該過了一半左右了 好了 香港隊的最後一見 這個佛球呢 由豪珠呢 蔣世豪呢 就準備主題這個佛球了 呀 捉捉在這裏 那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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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又見到呢 這個佩迪李呢 拿到球 輕輕衛衛去前面 側過來這邊 休仔殺到 請啊 去啦 幾打都去過了 去過了 哎呀 大家呢 鬥扣了 這個球呢 最後呢 就是這個山道素 捉了出橫邊的 看來就和了 這場球呢 這場球呢 保時呢 最多呢 就有分鐘多一點的 印尼的教練 這個是伊斯卡達呢 也都很緊張 站起來 追成平手呢 我相信印尼呢 都滿意的了 這場球呢 因為落後了大段的時間 哎呀 完場前兩分鐘 才去追成平手 反過來講呢 香港隊又 很不抵啊 可以說得 哇 鬥且鬥賴 沒錯啦 賴啟雀呢 給這個呢 就背著你呢 拔一拔啊 球證吹佛 看來和波收場 這場真是和波收場 啊 給我猜中了 這場球迷世界 我覺得很有機會呢 是和波啊 啊 好了 王志強不跳 啊 哦 頂出來 跟著豪珠一頭一鑽 王志強呢 心口落一滴 哎呀 這個六號啊 鑑操來啊 保鮮安道呢 鑑操呢 就鑑操呢 拉下去 拉折了王志強啊 喂 快點開啦 夠鐘了啦 夠鐘了 不等的 那看看呢 就是 又是蔣細豪呢 準備呢 開這個球了 喂 捕上去也不怕了 開得來也夠鐘了 好 一剁將過來這邊 哎呀 飛鋒呢 頭髓升起 那最後呢 球證就沒得 九十分鐘的賽事呢 打完了 那紀錄是一比一 就和氣收場 大家呢 就獲得一分 沒錯啊 那這場賽事呢 我相信各位球迷呢 對香港的表現呢 就極之滿意 但是對今天的賽果呢 就有點不滿意了 因為呢 一比一 是臨完場之前呢 就百物一疏 兩分鐘的時候呢 梁卓翔在手槌打空 那而其他 香港的防守拳員呢 亦都不能夠上前攔截 現在營安幕捕捉著 這位二十一位的佩里迪 而比他呢 在近門四合 香港隊呢 是這樣呢 被對手呢 就是迫和應真不看 那但是今天呢 有七千五百多名觀眾入座 亦都是相當之理想啊 那所以不要說 香港都沒有人看球 總之呢 今天我們是有直播 這場賽事呢 但是都能夠七百 七千多名球迷 入場呢 就真的呢 應真難得 那一見到家樂呢 就和這個祝總主席 亦都是香港隊的領帶在一起 交給你啦 家樂仔 謝謝 謝謝 我身邊是祝總主席 康武區先生 馬田 我們說一下 其實這場球一邊一打和 你覺得為何會 臨尾的時候守不住呢 主要因為我們臨尾的時候 那個傷兵太多了 你看我們 因為後面 好像阿卓阿羅繼華 其實都有傷的 但是一直按住來 希望就不換出來之後 因為那時候還有成二十分鐘 所以我們盡量就不換人 那最後呢 連岑培都傷了 然後在後防方面 那個傷兵太多的時候 就造成這個有個失誤 但是最慘的就是 因為好像阿聰也傷了 那前面你看到牛屎 其實今天都有些 就是他前一天有病過來 所以看他的那個狀態 不是好像以前那麼高 那前面你一不夠力的時候 就變成後面整天被人攻 那你覺得香港隊那個出線的機會 和希望 就是還大不大呢 現在應該還有的 你希望那幫球員 生勝 如果是盡量去做 我覺得都有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 都是一勝一和而已 那你還有兩場的比賽 我希望在那兩場 還可以有勝利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準備的 好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好 那麻煩你了 阿叔阿 香港隊這一場 就一比一打成平手 但是後防呢 改善了很多 沒錯 後防改善很多 百米一疏 但是呢 兩場呢已經打得好 就是打空一次手錘 導致被對方追平 是啊 看回全場呢 印尼宮門已經多 二十次的射門單 只有四次中 香港五次射門就一次中 但是看到犯規方面 印尼相當之多 那目前呢 第七組的成績呢 香港兩戰就四分 印尼一戰就一分 打和 而柬埔寨呢 就是未有分數的 那我相信呢 香港呢 應該呢 就要在第二輪的賽事 爭取勝利 那分別呢 就是在 11月7號呢 就是對柬埔寨 11月14號呢 就是對印尼的 以這兩場賽事呢 香港都只要擊敗柬埔寨 再在印尼身上呢 是贏球的話呢 就一定有得出錢 如果打和呢 就要再計得失球的了 中文字幕的歌手